第2621章,弥天大祸 小说,《武恋巅峰》 作者,默默 大人,是牛大人那边的人马 一个妖族忽然凑近杨有为身边,低声说道 杨有为文言,面色微变,连忙浮空看去 但看清那边行来的庞然大物的模样之中 忍不住低喝道,牛泉 牛泉这个名字他之前提到过 杨开虽然没有细问,也知道那牛泉是一个妖将 应该与杨有为是平起平坐的存在 却不想,今日居然在这里碰到了 杨开正在考虑,要不要让杨有为配合自己杀人灭口 免得让那些不相干的妖族 发现自己与杨有为搅和在一起,生出变故 却不想,杨有为居然直接朝那边飞了过去 待到那半空中,朝下大声呼唤道 老牛,你干什么去? 没有任何回应 杨有为的脸色再次一变 唧唧道 老牛,我是老羊啊 你醒醒看着我 那些跟着牛泉一路飞过来的妖族 显然都认得杨有为 当即有妖族痛哭流涕道 杨大人 你快施法救救我家大人吧 大人他今日不知怎的 忽然现出了真身 不管不顾地朝这边跑来 我等拦也拦不住 韩也没有任何回应 听他这么一说 杨有为立刻印证了自己心中的猜测 目光朝那无形的木门锁在之地瞧了一眼 面上浮现出一丝哀伤之色 重重地叹了口气 白白手 又飞回到杨开身边 轰隆隆 树木拦腰而断 那庞然大雾 终于从树林中冲撞出来 阳开定眼望去 发现那前方出现了一只体型巨大无比的牛型妖兽 浑身泛着轻蒙蒙的光泽 一身瘦皮上勾壳满步 纵横交错 明显是岁月流逝留下的硬痕 那四只蹄子 一个个都宛若房屋般大小 每一次落下都是地动山摇 这妖兽头颅两旁 长了两只弯如镰刀般的尖角 不过其中一只脚却是断了一截 也不知道是何人所为 断脚不但没有削弱这妖兽的气势 反而愈发让他显得猙獰 这应该就是那个叫牛拳的妖将了 杨开心中有数 却不清楚 这妖将为何会献出自己的真身 虽说妖族献出真身之后 战斗力会大幅度增加 但毕竟不如人身灵活 所以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妖族是不会献出真身的 怎么回事啊 杨开扭头望着杨有为 大献一道 这是要进墓地了呀 杨有为微微叹息一声 语其中有些吐死胡碑的味道 他早就知道 牛拳活不了太久 却没想到 这一日进来的这么突然 杨开瞧了瞧那牛拳 又瞧了瞧中腰之前 所指的墓门所在的位置 幡然醒悟道 他能感受到万灵之墓的召唤 杨有为汉手道 所有古地的生灵 在大县将至之前 都能感受到万灵之墓的位置 会不由自主地进入其中 老牛他 哎 重重一声叹息 您也无语 这个倒是可以看看 杨开眉头一扬 他与这牛全没什么交情 先前正不确定 这万灵之墓是真是假 现在居然就有验证的方法了 所以杨开倒是没什么感触 反而瞧得津津有味 就当开个眼界了 牛拳的那群手下 依然在不断的呼唤 可化作真身之后 他似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只知道一步步的朝木门 所在的位置兴趣 不大一会功夫 所有跟来的妖族 都从杨有为的手下这里 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知道自家大人 是要进万灵之墓 顿时一个个都神情黯然 表情悲痛 众目睽睽之下 那牛拳行至山谷空旷地带 忽然顿下了步伐 仰天摸叫了一声 一头朝前方扎去 杨开一瞬间瞪大眼珠子 因为在那虚空之中 一扇呈现出灰黑色的光门 忽然闪了一下 那光门高达十几丈 明明一直矗立在那里 却隐秘在无形之中 若非牛拳进入掀起了一丝涟漪 只怕其他人还看不到 正如杨有为此前所说 只有古地里那些将死的生灵 才能看到这一扇木门 牛拳通过那木门 庞大的身躯很快消失不见 连一荡过 木门也同时隐秘下去 跟着牛拳来到此地的那些妖族 巨都痛哭流涕 一个个哀嚎不已 杨有为也是砸吧砸吧嘴 一脸不是滋味的表情 还真有木门 亲眼见证了之后 杨开知道杨有为等人 刚才没有说谎欺骗自己 也由此印证了 老三是真的进了万灵之墓 这下可如何是好 杨开一个头两个大 他也不知道 那里面到底有什么危险 若是进了里面 又该如何出来 万一这万灵之墓 是有境无出之地 进入其中 岂不是自寻死路 他虽有空间力量傍身 也不敢轻举妄动 倒是若曦那丫头 之前居然能看到木门 实在让人奇怪 想到这里 他扭头朝张若曦望去 不看还好 一看却是吓了一跳 因为张若曦居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木门锁在前方 伸出一手 朝那无形的木门探去 一双眉眸中 泛着奇异的光芒 看起来极为古怪 若曦你干什么 杨开大喝一声 张若曦焦躯一颤 猛地回过神来 但发现自己不知不觉 来到了木门面前 花容顿时失色 想要抽身后退 可就在这时 那隐匿的木门 居然再一次显露出来 而且 这次是完整的显露 空旷山谷之中 一扇巨大的灰黑色光门 散发出奇怪的光芒 一闪之下 光芒将整个山谷 都笼罩其中 所有被这光芒笼罩住的妖族 都惊骇地发现自己 居然不能动了 一双双眼睛中 透出极其惊恐的神色 大呼小叫不断 杨开也是牙子欲裂 在那灰黑色的光芒 笼罩下 任凭她如何催动力量 竟也无法挪动步伐 空间力量施展出来 也顺移不开 山谷中所有还活着的人和妖 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样 先生 张若曦差点哭了 她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干了些什么 但眼前这一幕明显不是什么好事 心中惊恐的同时也是自责不已 觉得先生这次怕是被自己连累死了 大人救命啊 杨有为张口呼唤 本指望杨开就自己一把 哪知瞥眼之下 发现杨开也是泥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一颗心顿时沉入谷底 这一变故发生的极快 快到没人能反应过来 杨开挣扎了一下 发现挣扎不脱 一咬牙便要寄出山河中 可就在这时 那木门又是一闪 重新出现的木门再次隐匿不见 与之一起消失的 还有山谷中所有活着的生灵 一片灰黑色的世界 没有日月星辰 没有花草树木 一片死寂仿若一片墓园 杨开 张若曦与众多妖族一起现身 束缚住他们的神秘力量 也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杨开第一时间闪身到了张若曦身边 催动地缘将其笼罩 警惕打量四周 若木所见 杨开表情不惊一呆 众人似乎站在一座古山之上 而且目光所及之处 竟是矮矮白骨 那些散落在地上的骨架 有大有小 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大的却是一句句庞然大物 先前所见的牛犬所化的真身 简直不值一提 这些白骨 也不知道是死去多少年的妖兽所留 皆都脆弱无比 稍有外力触碰 便纷纷化作骨蟹 散落下去 梦 一声售吼从不远处传来 杨开扭头望去 眼帘一缩 牛犬 先前在山谷中所见到的牛犬 赫然也在这里 只不过他此刻一身死气萦绕 静静地躺在古山某一处 动也不动 齿木老矣 一副等死的架势 点点荧光 从他的血肉之上飞舞出去 犹如偏先起舞的精灵 给这个灰黑色单调无比的世界 增添了一丝生气 而那荧光 仿佛受到什么牵引 正朝着深处飞去 随着荧光的消失 牛犬身上的生机愈发暗淡 万灵之木 杨开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如果说他之前还有所猜测的话 那么在见到牛犬之后 此地到底是什么地方 已经一目了然 万灵之木啊 整个古地生灵的坟墓 有进无出的地方 即便是最强大的妖王进了这里 也别想再活着出去 怎么就跑到这鬼地方来了 先前杨开还在犹豫 要不要进来探索一下 寻找一下老三的踪迹 现在好了 想不想都已经进来了 根本没有他迟疑犹豫的机会 先生对不起 我刚才也不知道怎么了 张若曦快哭了 他也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错 只是刚才那情况 确实是身不由己 身体压根不受自己控制 自进了这蛮荒谷地之后 他就发现自己很不对劲 却不想连这等祸事都闯下了 杨开扭头瞧了他一眼 伸手拍了拍他的脑袋 也没说什么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劲都进来了 责骂张若曦还有什么用 而且他先前也注意到了 张若曦并非有意如此 现在最紧要的是 离开这鬼地方 他转过头 朝杨有为望去 杨有为 毕竟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妖族 论对万灵之木的了解 非自己能比 若说有什么出路的话 他必然清楚 一看之下 杨开嘴角一抽 知道杨有为那边 怕是帮不了自己了 因为此时此刻 杨有为和那群妖族 竟都傻傻地站在原地 一层灰黑色的光芒 将他们笼罩 点点荧光 正从他们体内飘逸出来 本章完 第2622章 万寿印之威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牛泉是这样 杨有为这群妖族也是这样 从他们体内飞逸出来的荧光 明显跟他们的生机有关 流逝越多 生机越暗淡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必死无疑 牛泉还可以说是大献将之 主动来此等死 杨有为等 一群妖族 却全是被连累的 大人 救命 杨有为察觉到杨开的目光 抬起头来 一脸死气萦绕 颤声呼喊 杨开表情尴尬 握拳在嘴边干咳一声 道 此事我无能为力 那个啥 你们自求多福 他都弄不明白 这万灵之木 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何就得了杨有为他们 倒是可以将他们送进小玄界 或许可以逃过一劫 但小玄界乃杨开绝密隐私 除了那几个真正能信得过的 他根本不会暴露出去 为了救这些妖族 而暴露小玄界的存在 并不划算 杨有为一听 顿是绝望了 不过很快就惊奇地望着杨开道 大人 为何你们安然无恙 这事杨开其实也发现了 被木门吸尽这些的所有人当中 就他跟张若曦两人平安无事 其他的妖族 全都在迅速流逝生机 若不是发现这个 杨开也不会这么快镇定下来 不知道啊 或许我们不是古地生灵的缘故 你不是说这里是古地生灵的坟墓吗 杨开随口解释了一句 除了这个解释 他也不知道眼前这情况是什么原因 还有这等好事 杨有为嘴角抽搐 双眼中泛起怨毒的光芒来 要不是你命我等 寻找那封女人的下落 怎会牵扯到万灵之墓上 又流落至此 如今好了 自己没运当头 眼看活不成了 反倒是你逍遥自在 根本不用担心死在这里 偏偏还不适宜援手 杨有为心中那叫一个气啊 恨不得撕了杨开 以泄心头之恨 大人 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啊 杨有为咬牙喝道 杨开皱眉不耐道 我都说我没有办法了 鬼知道这目的是怎么回事 说着话 他忽然瞅向杨有为 嘴角泛着一抹冷笑 道 怎么 你很生气 废话 这是哥谁头上不生气 反正也要死了 杨有为胆子忽然大了起来 双眸阴冷道 大人 你若撒手不管的话 说不得我等 也要拉你陪葬了 杨开顿时饿了 邪腻着他道 拉我陪葬 你是不是忘记了 你生死只在本少一念之间 你有什么自得拉我陪葬 杨有为神情一将 顿时哑活 刚才只顾着生气 竟把这事给忘了 现在才幡然醒悟 就算他想拉杨开陪葬 也没那个本钱 魂印还被人家给捏着呢 一时间悲从心来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 悲剧啊悲剧 想我老杨辛辛苦苦修炼至今 还没来得及享福 居然就要死了 老天真是不长眼啊 贼老天 老杨我跟你势不两立 他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 声音悲怆 其他妖族听在耳中 也是一阵欺然 落进墓地里面 他们也都能遇见到自己的下场 只是没杨有为表现得这么夸张罢了 但心里肯定都是不好受的 杨开哼道 别哭得这么难看 要死也是大家一起死 黄泉路上都有伴 也不孤单寂寞 杨有为抹了两把眼泪 没好气道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目的是古地生灵的目的 有你们什么事 杨开撇了撇嘴 不再说话 其实他也很奇怪 为什么自己跟张若曦 没受到这古地的影响 反倒是其他的妖族 全都在流逝生机 化作荧光飞逝 难道真的跟自己 刚才随口胡扯的一样 就在这时 一阵乌叶之声忽然响起 一缕缕漆黑的光芒 忽然从那矮矮白骨下方飞逝而出 那些漆黑光芒幽易出现 便化作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妖兽身影 将那些活着的妖族 扑倒在地上 每一道妖兽黑影冲撞过来 都能让那些妖族的生机暗淡一番 飞逸出来的荧光速度陡然加快 受魂 杨有为大惊失色 惊声嘶吼 杨开的脸色也变了 因为这一回的功夫 从那古山下方 竟飞出来上千道黑影 这些黑影与阴魂的性质有些类似 阴气森森 明显都是死在这里的妖兽 残留下来的兽魂 万灵之墓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 这无数年来死在这里的妖兽 也不计其数 这些妖兽死后 兽魂居然流了下来 那数量简直数都数不清 只是眨眼功夫 古山上方便飞舞了无数兽魂 一只只模样各异 都保留了生前的形状 各个气息彪悍 乌鸦鸦的黑色 似乎笼罩了整个墓地 犹如蝗虫过境 杨有为一群妖族有心反抗 可哪能反抗得过来 没多大议会功夫 每一只妖族 都被密密麻麻的 兽魂所包围 一声声凄厉惨叫 接连不断的传来 似乎遭受了什么非人的折磨 估计是活不成了 张若曦撬脸发白 紧贴着杨开 不敢妄动 有过之前对付 阴魂鬼物的经验 杨开二话不说 直接祭出了奴虫灼 将所有的弑魂虫都放了出来 在自己与张若曦身边 汇聚成一层虫云防护罩 先确保自己的安全 剩下多出来的弑魂虫 才去追逐那些兽魂啃事 弑魂虫一出 那无数兽魂 明显是遇到了克星 竟纷纷避开杨开与张若曦所在之地 不敢靠近分侯 杨开心中惊喜不已 弑魂虫这一趟在谷地的表现 实在太抢眼了 绝对是对付阴魂一类的东西的最好手段 暗暗决定以后重点培养一下 等到弑魂虫成长起来 说不定以后再遇到幽魂大帝都有的一拼 老家伙仗着修为高深 纵容女儿胡作非为 偏偏自己又无可奈何 实在让杨开恨得牙痒痒 那边杨有为等人妖族的呼喊声 一个接一个的湮灭下去 不到几十兮功夫 便已没了动静 明显是全都死了 杨开感觉到 自己掌控的那属于杨有为的魂印都破裂开来 这让他不免有些唏嘘 虽说他此前也没打算去理会杨有为的死活 掌控他也只是想让他为自己寻找老三的下落 可这样死了 还是有些出人意料 先生 放一道缺口出来 张若曦忽然开口说道 杨开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实在是被张若曦之前的举动搞怕了 有点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绳 不过一看张若曦手上拿出来一方大印 顿时眼前一亮 一眼控制是魂虫 放出了一道缺口 张若曦束手在那打印上一拍 直接将它拍了出去 紧接着 双手不断掐动灵绝 控制大印的威能 大印飞出去之后 迎风就长 一下子化作一栋房屋大小 黑漆漆宛若一个黑洞一样 哗啦啦 一阵锁链甩动的声音响起 随着张若曦手上法掘的变换 那大印内部忽然击射出无数到漆黑的锁链 骤然朝四周射去 一只只飞舞的兽魂不察 纷纷被那漆黑的锁链缠绕锁死 锁链绷直了 在张若曦的控制下 将那些被锁住的兽魂 朝大印中拉来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便有上百只气势汹汹的兽魂 被扯进大印中消失不见 任凭那些兽魂如何挣扎 也摆脱不得 这万兽印 你已经炼化完全了 杨开瞧着惊奇 开口问道 前些日子 就已经炼化完全了 张若曦手上不停 喜滋滋地道 没想到 这就碰上好事了 那大印 正是昆元城城主祖宏的万兽印 祖宏在那上古药园被扬开击杀之后 万兽印就送给了张若曦防身 这好歹是一件地宝 威能不俗 而且 它的威力大小 与本身无关 却与封印在其中的兽魂多寡强弱有关 封印在里面的兽魂越多 实力越强 万兽印的威力就越大 反之亦然 祖宏得到这万兽印后 辛辛苦苦也只杀了不到千只妖兽 用秘法封印了上千只妖兽的兽魂 而且 那些兽魂大多都是十一阶 十阶的 十二阶寥寥可数 压根发挥不出万兽印的真正威力 可是在这万灵之墓里 十二阶妖兽的兽魂比比皆是 真要是被张若曦统统给封印进万兽印里 这地宝到时候能发挥出来的威力 恐怕难以想象 兽魂难寻 毕竟杀死一只妖兽才能得到一只兽魂 还要以秘法祭练 免得兽魂有损 有损伤的兽魂也没什么威力 但是 此地乃天生的兽魂聚集之所 简直就是 为万兽印量身打造的补充威能之地 之前他还在考虑自己该去哪里斩杀妖兽 提升万兽印的威力呢 却不想这好事叫他一头给撞上了 他哪能不欣喜 古往今来 数不清的古地生灵死在这里 连那些实力堪比帝尊三层镜的强大妖王都不能避免 可想而知 这里汇聚了多少强横的兽魂 真要是将这里的兽魂 全部封印进万兽印 再拉出去对敌的话 只怕整个星界都要震惊 哗啦啦 锁链横空的声音不断响起 张若曦每一次动手 都有上百只兽魂 被拖进万兽印中封印起来 在周而复始如法炮制 忙得不亦乐乎 杨开看着都眼馋 本章完 第2623章 发财了 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万兽印对兽魂这种存在明显有极强的克制力 那些飞舞的兽魂无论强弱大小 一旦被万兽印锁住便再也挣脱不得 纷纷被收进大印内消失不见 杨开分明看到好些堪比十二阶妖兽的兽魂都被拖拽了进去 若曦这下大发了 等这一趟出去之后 这万兽印的威能不知该提升到什么程度 想着想着 杨开又面色一沉 这里是万灵之墓 怎么出去他还不知道呢 也不知道撕裂空间在这里有没有用 哗啦啦 那无数兽魂游走冲撞 将古山弄得支离破碎 不断有挨挨白骨 化作积粉 一点昏暗的黄光忽然印入杨开眼帘 杨开好奇之下伸手一射 将那散发光芒的东西抓在手上 入手温凉 圆滚滚一物 还算不错的能量波动立刻传了过来 内弹 杨开眼前一亮露出惊奇的神色 这竟然是一枚妖兽的内弹 而且从这能量波动来看 似乎是一枚十阶妖兽的内弹 他站在原地正了一会儿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整个人净显得激动无比 一伸手 大袖一甩 一股狂风骤然大作 呼呼呼 古山崩塌 无数兽骨化作飞灰 朝四面八方扑去 仿若原地起了一场白色的风暴 而在那风暴的正中心位置处 留下一片方圆十几丈的空旷地带 地面上杂乱无章的 躺了几十枚颜色不一的内弹 哈哈 杨开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望着那地上的几十枚内弹 笑得差点眼泪水都出来了 张若曦虽然一直用心封印受魂 可杨开的动作 他也观察到了 此刻一见便交呼道 先生 难不成那些妖兽死后的内弹 也都留在了此地 定是如此了 若曦 这下我们发大了 杨开乐滋滋地回了一声 然后隔空将那几十枚内弹收了回来 这几十枚内弹 品质不一 但是最低的也有九阶 最高的更有十二阶品质 数不尽的妖兽 死在这万灵之墓中 他们死后的魂魄化作兽魂 守护此地 肉身化作荧光消失不见 内弹却是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 兽魂有多少无法计算 同样的 此地的内弹有多少也无法计算 妖兽的内弹用途很多 最多是用在炼丹之上 许多灵丹都需要妖兽内弹辅助炼制 杨开手上积攒了不少灵草妙药 若是在这里 能得到足够多的内弹 那么他在炼制灵丹时 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先前他还觉得 张若曦来到这里 是得了一场机缘 没想到转眼间 这机缘也落到自己头上了 真要是将这墓地里的内弹一扫而空 那该是多么庞大的一笔财富 只怕连那十大帝尊都要眼红啊 收了那几十枚内弹 杨开又是挥手扫出 将附近一片骸骨扫开 地面上立刻又多了几十枚 品质不一的内弹 张若曦在那边卖力地封印受魂 杨开也在卖力地收取内弹 两人各司其职互不干扰 真正的合作无间 开始的时候 杨开还会将那海骨扫开 但是搞着搞得觉得有点麻烦 索性放开神念 去寻觅那些内弹所藏的位置 然后弹出金血丝 将那些内弹从海骨掩埋下收过来 也省得将此地搞得乌烟瘴气 效率一下子提升了不少 不大片刻功夫 附近的兽魂都被张若曦收完了 方圆十几里地面的内弹 也被杨开搜刮干净 虽然没有细数 但上万内弹的数量是有的 这上万内弹中 即便十二阶妖兽内弹 只占据百分之一 那也是上百枚十二阶内弹 每一枚都价值连城 走 换个地方 附近空空荡荡 没了兽魂 也没了内弹 杨开立刻拉着张若曦转移阵地 至于怎么出去 先捞足了好处再考虑也不迟 又是一片古山上方 张若曦祭出万寿印 杨开则放出神念 去寻觅那些掩藏在海谷下的内弹 前后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此地再次被清剿一空 无需多说 杨开裹着张若曦再次转换阵地 一路清剿下来 兽魂被张若曦封印干净 内弹被杨开搜刮一空 整个万灵之墓自诞生以来 只怕头一次遭遇这样的变故 这简直就是喜结啊 这是要是叫蛮荒谷地的四大圣灵之小 也不知该做何敢想 此地没有日月星辰 没有黑夜白昼之分 不过杨开估摸着 自己与张若曦在这里待了三日左右 差不多已经将整个墓地跑完了 这里应该是一片被隔绝的小天地 面积并不算太大 两人在这里花费三日功夫 主要是封印寿魂和收取内担 真要是卖足力气飞驰的话 应该用不了一个时辰 就能将这墓地跑个遍 收获难以想象 万兽印上阴气森森 欲发有黑 即便不催动威能 也能让人感觉出它的强横 据张若曦所言 这万兽印几乎快要饱和了 里面封印了最起码几十万只兽魂 这还不包括被弑魂虫给吞噬掉的 弑魂虫这几日也是大补 那些兽魂 有一大半是被张若曦给封印了 剩下的一小半 全被他们给吞噬殆尽 搞得是魂虫 现在给杨开传递出一种懒洋洋的情绪 似乎有些想沉睡的吉祥 杨开知道 他们这是要进化的征兆 心中也是欣喜不已 而杨开手上得到的内担数量何止百万 小玄界空地上的内担 几乎堆成了一座小山 从九阶到十二阶应有尽有 这么一大笔内担若是拿出去 没有哪个势力能够单独赤下 即便是大地创建的宗门也没这个彩力 又在这万灵之墓中跑了一圈 确认没多少落网之余后 杨开这才停下步伐 转头朝一个方向望去 先生 要去那边吗? 张若曦收了万寿印 亭亭欲力地站在他身边 这几日 两人将整个墓地都跑遍了 也没发现出口之类的地方 更没有寻找到老三的踪迹 若说有什么出口的话 那就只有那个方向才有可能了 因为那边并没有妖兽的骸骨 所以 两人也没去那里查探 那里应该是整个万灵之墓的中心 所有来此等死的妖兽 都呈现出圆形 将那中心地带包围 独留下好大一片空旷的地带 先前杨开一直在收取内单 也没太关注那边的情况 现在必须得去看看了 若是老三还在这里的话 那么必定 就在那个中心地带 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点了点头 杨开脚下一动 便朝那边迟去 张若曦急忙跟在后方 穿过矮矮古山 两人很快来到了那空旷地带 放眼望去 在那极远的地方 似有一点灰黑色的光芒闪耀 杨开眯眼打亮 运足了木栗 少请 他面色一喜 因为那灰黑色的光芒 竟是之前所见到木门的形状 那里搞不好 还真的是出口 如果能从那里出去的话 倒是无需施展空间之力 撕裂空间这么麻烦了 而且 杨开也没把握 能撕裂一个小天地的界面 速度陡然加快 身在半途中 杨开却是忽然定住了身形 低头朝下方打亮过去 张若曦也是瞪大了美眸 表情愕然 因为在那下方某处 竟有一道极其凶悍的气息传来 而那气息的源头 赫然是一副瘦的皮包骨的身躯 瞧那模样 劈头散发 狼狈不堪 但明显还有生机 在那瘦弱的身躯上 丝丝黑气缠绕 点点荧光正不断飞翼 妖族 张若曦低呼一声 一眼就看出 那边的生灵是个妖族 而且是个实力极强的妖族 是个妖王 杨开补充一句 心中震惊 他不知道 这个妖王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因为这一片范围 看起来不像是妖族能踏足的地方 否则也不至于如此空旷 早就被白骨堆满了 而且 这妖王明显还没有死 正在辛苦抵挡自身生机的流逝 只不过看他的模样 应该是撑不了多久了 怪不得杨有为之前说 即便是最强大的妖王 进了万灵之墓 也是死路一条 眼前这个妖王 就是最好的佐证 能成为妖王的妖族 都是堪比帝尊三层进顶峰的强者 可进了这里 照样无法脱困 迟疑了一会儿 杨开闪身来到那妖王面前 这个妖王明显吓了一跳 皮包骨的身子抖了一抖 这才抬头朝杨开望来 那两只眼眶深奥 双目有些无神 确实已到强弩之末 怎么又是人类 妖王嘴巴开河 如动了一下 浑浊的双目露出惊奇的表情 阳开眉头一阳 却是听出了他话外之音 皱眉道 你此前见过别的人来此 那妖王一副将死的样子 却是极为桀骜不逊 文言咧嘴 努力挤出一丝冷笑 比哭还要难看 本王凭什么告诉你 阳开目光闪了闪 指着那边的光门 道 等会我要从那里离开 你若想活 我可以烧你一程 桀骜的妖王顿时不淡定了 无神的目光陡然爆出惊芒 一脸异动的表情 不过很快又湮灭下去 哼道 你有这么好心 阳开神情寡淡道 各取所需罢了 只要你能告诉我 我想知道的 顺手救你一命 也不算什么 本章完 第2624章 宁死不屈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我骗你有什么好处 你马上都要死了 阳开淡淡地望着他 那妖王道 你们人类的话 哼哼 言下之意 人类多耳于我诈 实在不值得信任 阳开二话不说 转身就走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 等等 不出所料 阳开才走出没几步 背后便传来了那妖王的呼喊 毕竟性命攸关 有一线希望 也得挣扎一下 阳开侧着身 斜眼看来 妖王嘴中嘟囔了一句 也不知道是不是骂人 片刻后才到 先带本王出去 想知道什么本王全都可以告诉你 滚 阳开冷哼一声 再也懒得理会他 眼见阳开真的就这么走了 那妖王大吉 也没工夫去跟阳开谈条件了 嘶哑着声音道 不错 之前确实有一个人从这里离开 阳开再次停住步伐 回过身 表情冷漠地望着他 道 别再耍什么花招 否则我马上就走 妖王脸色难看 却不敢多说什么 阳开道 那从这里离开的人什么样子 妖王没好气道 一个女人 劈头散发疯疯癫癫的 还拿了一枚内单 砸本王的脑门 真是气煞本王了 若非本王虎落平阳 怎会被他如此凄凌 阳开听着好笑 不过这样的事 老三还真淡地出来 不动声色继续问道 他从那边离开了 不错 听到这个消息 阳开不禁放下心了 他之前一直没发现老三的踪迹 还真怕他在这里遭遇了什么不测 毕竟这里还是很凶险的 那无数兽魂极不好惹 摸着下巴 阳开又道 他能离开 你为何被困于此地 妖王一脸悲愤道 若能离开 本王怎会被困于此 万灵之墓 对古地生灵压制极大 本王能走到这里 已是侥幸 想要离开 却是无能为力 看你样子 也不像是大县疆子 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 阳开好奇地瞧着他 说起这个 妖王就是一脸血泪 探声道 人有祸福但兮 本王一脚踩空 就来到这鬼地方了 如这妖王遭遇的妖兽 在整个古地 也不知道有多少 并非每个 进入此地的生灵都是大县疆制的 但是进了这里之后 那就是真的大县疆制了 也是这妖王实力强横 这才能勉强跑到这里来 摆脱了受魂的追杀 否则早就死得连渣都不剩了 说完之后 妖王催促道 还有什么要问的赶紧问 本王坚持不了多久了 没了 阳开摇了摇头 目光在他身上流转了一下 察觉到他眼中的不怀好意 妖王心中一凸 意识到阳开这是要过河拆桥了 先前说的什么 顺手烧他一程 完全是在扯淡 心情一瞬间悲愤无比 早就知道 人类之言不可信 可还是抱着万一的希望尝试一番 到头来 还是要被人赶尽杀绝 妖王只觉得 心好累好累 却不想 阳开居然没有对他 立刻痛下杀手 沉吟了一番后 反而道 交出魂印 绕你不死 他是十岁之位了 之前控制羊 有为为自己效力 老三一出现 就被探知了行踪 羊有为才不过是一个妖将而已 手下数量有限 若是能控制一个妖王为自己效力的话 别说寻找老三了 只怕寻找小小 都事半功倍啊 而且有着妖王庇护 自己在谷地里行走做事 也方便得多 那妖王一听 顿时如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痴声道 痴心妄想 想他堂堂三十二路妖王之一 身份尊贵 实力强横 怎甘心受一个人类控制 这人类瞧起来还没自己厉害呢 全胜之妻 自己一巴掌就能把他拍死 竟敢要自己交出魂印 简直是个笑话 杨开也没逼他 只是云淡风轻道 人要是死了 就什么都没了 活着才有希望 妖王冷笑不迭 总好过受人奴役 苟延残喘 杨开目光扫向他 淡淡道 妖王有子女吧 你若死在这里 你的那些子女怎么办 曾受你欺压的妖族 势必不会对你那些子女客气的 对了 妖王应该还有妻妾吧 以妖王的身份地位 那些妻妾 应该个个都貌美如花 妖娶妩媚 你死了之后 那些妻妾 只怕也要跟了旁人 任人蹂躏品尝 各种销魂尸骨的滋味 妖王 是再也感受不到了 可惜啊 可叹 一群孤儿寡母 以后的日子 怕是不好过了 那妖王将阳开的话 听在耳中 本就暗淡的脸色 顿时黑如锅底 只觉得这人类所言 简直聚聚诸心 让他不可避免地想到自己死后 那些子女和妻妾的悲惨下场 尤其是那些妻妾 真要是被旁人压在身下 肆意驰骋 没法再想下去了 妖王的眼珠子都红了 鼻孔中不断喷着热气 张若曦在一旁听的 也是极为不自在 小脸微红 心想先生 怎么什么话都说啊 太羞人了 妖王脸色变换着 身上飞翼出来的流光速度 也陡然加快了不少 似乎是因为心情的变化 有些无法压制自身的衰老 出乎杨开意料 片刻后 这妖王尽意扭头 吭声道 本王宁死不屈 这都没让他屈服 杨开微微愕然 心中对这家伙 也是有些敬佩 一般人将死之计 只怕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下来 如杨有为那样 自己让他交出魂印 就马上交出魂印了 偏偏这妖王倒是有些气节 实在让人刮目相看 没办法 只能放大招了 杨开还指望着这妖王为自己效力 总不能现在杀了他 抬头给张若曦打了的眼色 冷哼道 给他点颜色看看 张若曦一正 不过倒也心思聪颖 一下就明白 杨开所言何意了 他伸手一拍虚空 万寿印立刻击出 妖王冷笑不迭 要杀就杀 废话不必多说 一副誓死如归的架势 倒也让人侧目 杨开一言不发 张若曦却是双手掐绝 不断地朝万寿印打去 煞时间 嗖嗖之声不绝于耳 一只只体型各异的兽魂 从那万寿印中飞舞出来 不大片刻功夫 就充斥了弱大一片虚空 那每一只兽魂 都保留了生前的模样 各个威风不凡 气质凛然 瞧那气息 都不比妖王弱 有的甚至有有过之 妖王瞪大了眼珠子 正正地瞧着 张若曦道 此乃万寿印 对而等妖兽之魂 有极强的克制之力 妖王 你是现在臣服我家先生 还是等你死后 我用万寿印收了你神魂 让你永世不得轮回 你自己选择 妖王瘦弱的身躯 一下子颤抖起来 抬起一只手指着杨开 悲愤道 你们 简直欺人太甚 他可以拧死不屈 不愿为了苟活 献出自己的魂印 但那又如何 万寿印一出 他就算死了 也不得安宁 魂魄照样要被收进万寿印内 到那时候 可就是真的生不如死了 杨开黑黑一笑 示意张若曦收了万寿印 这才伸手拍了拍妖王的肩膀 道 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嘛 妖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英雄气概实在让人佩服 不过 你我毕竟人妖殊途 没点好处我救你干嘛 你刚才答应我的 妖王怒视杨开 却拿他没有办法 杨开摸了摸下巴 道 此一时比一时 俗话说 时时物者为俊杰吗 说实话吧 妖王 我也不会为难你 你臣服于我 我也只是 要你半点小事 待事情办妥了之后 我就会离开谷地 到时候 必定还你自由 你说的话 我还能信 妖王鄙夷的望着阳开 阳开哼道 你现在有的选择吗 这人翻脸比翻书还快 把妖王看得一愣一愣的 没工夫跟你磨蹭 要么交出魂印 要么马上杀了你 将你魂魄收进万寿印 自己看着办 阳开一挥手 与其不容置疑 那边张若曦 已经控制万寿印 飞到了妖王头顶 大有敢不答应 马上就动手的架势 妖王心中不甘 可又有什么办法 只能咬牙低吼道 骄 声音中满是悲愤和不甘 这一次 当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龙游潜水遭瞎戏了 阳开立刻换上笑脸 朝他伸出一手 妖王以秘法催动 很快便有一缕金光 自额头浮现 阳开一把抓住 将之风印进自己的石海中 这一趟进墓地 没了阳有为 倒是多了一个妖王 不算亏 而施展秘法 交出自己魂印的妖王 此刻也是虚弱无比 身上流光溃散 似乎马上就要死去的样子 阳开一把将他擒住 转身就朝那灰黑色的光门持去 口中问道 从这里出去就可以了 是吧 妖王轻轻点头 目光复杂 这一次倒是脱困了 却失了自由 从此以后为人奴役 实非他所愿 所以压根就没有死里逃生的喜悦 反而心情低落得很 不多时 阳开已经提着妖王 来到了那光门前 他催动地缘 将妖王与张若曦一起笼罩 这才一闪身冲了进去 眼前一花 两人一妖 已经离开了万灵之墓 重新出现在一片 葱萃的世界中 四周古墓环绕 高耸入云 四周流淌着蛮荒之力 正是蛮荒谷地某处 竟是这般容易 阳开不禁有些诧异 看样子 那万灵之墓的存在 果真是针对这蛮荒谷地的生灵的 并不限制外来者的进出 当然 进去之后 也得逃过那无数受魂的追杀 否则一样是死路一条 环顾四周 已经不是先前进入万灵之墓的山谷之地了 也不知道 这里是什么鬼地方 本章完 第2625章 谢无畏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三人的出现 似是闹出了一点动静 不远处 一个妖族飞速迟来查探 还没等靠近这边 被阳开提在手上的妖王便以一声低吼 闪电般窜了出去 直扑那个妖族 一声惨呼传来 那妖族连什么人偷袭自己 都没看清 就被摁倒在地上 妖王张口 就朝她颈薄处咬去 大口大口地吞噬着鲜血 煞时间 惨嚎声震震 那被扑倒在地上的妖族 不断挣扎 却始终无法摆脱 逐渐没了动静 片刻后 妖王起身 抹了一把嘴角 折返回来 那妖族的鲜血 对她而言似乎大补 原本受的皮包骨的样子 也有了一些改善 最起码 皮肤多出了一些光泽 连血肉都生出了不少 维米的生机也增加一些 她瞧了一眼阳开 目光有些复杂 可最终还是低下了脑袋 重重叹息一声 妖王怎么称呼 阳开问道 谢无畏 妖王美好气地回了一声 不过见阳开 并没有因为自己身为魂奴 而有丝毫怠慢 倒也宽心不守 她还真怕 阳开一上来就 对她遗止气势 真要是那样 以她的暴脾气 肯定忍不了 无惧无畏 妖王好名字 阳开微微一笑 谢无畏一摆手道 瞎起的 没了一会 她又问道 本王要怎么称呼你 阳开道 叫阳少 好了 谢无畏微微汗手 道 阳少此前说 要本王办一些事 不知具体 是什么事 她一副迫不及待 将阳开的事办完 然后好摆脱她 控制的意思 丝毫没有掩饰 不急 阳开轻笑一声 先带我回你的地盘再说 我要办的事 人手少了可不行 还要回自己的地盘 谢无畏一脸逆味 她身为三十二路妖王之一 身份地位尊崇 真要是被人看到 跟一个人类搅和在一块 还被这个人类指示着 做这作那 以后这老脸 该往哪方 似是看出她心中所想 阳开道 妖王放心 不会叫你难做就是 若是你手下人问起来 你大可以说本少 是从外面来探访你的朋友 古地妖族在外面皆是一两个人类朋友 没什么关系吧 谢无畏嘴角一抽 唯心道 没关系 要不是魂印被阳开掌控 她岂会听从号令 但如今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当下 三人展开身形 朝古地深处持去 谢无畏对蛮皇古地 无疑是极为熟人的 带着阳开与张若曦 一路横冲直撞 根本不需要隐匿 沿路横有几个不长眼的妖族前来查探 都纷纷成了谢无畏补充生机的食物 半日之后 前方出现了一座巍峨高山 山上引有一些建筑 凑近了看 阳开才发现 那些建筑分明都是用大块小块的石头堆砌而成 并没有多少美感可言 却显得粗狂豪放 一如妖族的秉性 自山妖处 有数之不尽的山洞 那些山洞中 都居住着不少妖族 阳开等三人飞来 显然惊动了这些妖族 纷纷走出山洞查探 不过还没看清楚 三人就已经冲进了那唯一的大殿内 殿内立刻有几个美貌婢女迎上 畏惧地望着谢无畏 欠身行礼 大人 谢无畏心情不佳 压根懒得理会这些婢女 目不斜视地闯了进去 倒是跟在谢无畏身后的阳开和张若曦 惹得那些婢女频频侧目 毕竟两人身上没有半点妖气 分明是人类 他们也不知道 谢无畏出门一趟 怎么带了两个人类回来 而且看这两个人类的驾驶 似乎也不是大人的俘虏啊 大殿之上 有一白骨宝座 也不知道什么妖兽的海骨雕刻而成 一如既往的粗狂 谢无畏静止走上前去 转过身来 长袍一抖 端坐骑上 一双虎目屁腻四方 倒也有一番威严 不过很快 谢无畏就表情一善 乍一回到自己的地方 心安下来 她倒把如今的处境给忘记了 看见站在下面笑盈盈地瞧着自己的阳开 谢无畏又赶紧站了起来 妖王坐下就是 我们只是你外面来此的朋友 阳开传音一句 她见识到这妖王拧死不屈的脾气 所以也不想弄得她太难堪 毕竟还有事要让她去做 这些表面功夫 就无需太在意了 谢无畏心中感激 觉得这人类还算通情达理 心中的排斥倒也没那么强烈了 顺势就再次坐了下去 伸手道 杨少请坐 杨开微微一笑 转身走到一旁 找了个位置坐下 橘木打量四周 发现这里比杨有为那一亩三分地大气的多 无论格调还是不舍 这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心想 妖王不愧是妖王 杨有为一个区区妖将压根没法比 她刚才来这里的时候 也感觉这山上有不少十二街妖兽的气息 换算下来 差不多就是人类的帝尊镜强者 一路妖王手下 就有这么多帝尊镜 三十二路齐聚又有多少 更不要说 这蛮荒谷地内 还有四大圣灵 这样一群妖孽 真要是拉出去的话 除了十大帝尊联手抵挡 恐怕真的能横扫整个星界 蛮荒谷地 果真不容小觑啊 张若曦就乖乖地站在她身后 一双美眸也是好奇地打量四周 来人 谢无畏沉声朝外吆喝 外面立刻闪进来六位气势十足的妖族 似乎早已恭候多时 个个都气息彪悍 杨开桥的眼帘微缩 因为这几个妖族给她的感觉 丝毫不弱于帝尊两层镜 六个妖族进了大殿 齐齐抱拳 道 见过大人 谢无畏虚抬了下手 示意他们不必多礼 这才开口道 本王离开的这段时间 没发生什么事吧 她也没告诉自己的这些手下 自己无意中掉进了万灵之墓 否则也没办法解释 如何脱困她 居左的一个身形消瘦的妖族 立刻上前一步 抱拳道 回大人 属下有要事禀告 什么事 谢无畏眼帘不抬 淡淡地问了一句 接过贴身婢女递过来的茶水 轻轻地抿了一口 那茶水也不知道是什么泡制而成 一片烟红 浓稠如鲜血 却散发着古怪的香气 那妖族听到问话 迟疑地瞧了一眼 坐在一旁的杨开 有些欲言又止 这分明是不想当着一个人类的面 将事情禀告 免得泄露了机密 谢无畏尝了一口茶 放下古碑 抬眼道 但说无妨 杨绍乃本王生死之交 没什么是需要隐瞒 说这话也是无奈 如今她魂印都被杨开掌控着 生死只在杨开一念之间 就算想要杨开退避 也是有心无力 暗暗后悔 早知有事 就不应该将自己手下照进来了 现在情况搞得不上不下 只能硬着头皮 让手下汇报 几个妖族文言也是吃了一惊 之前他们见大殿内做了一个人类 心中还满是狐疑 不知道这家伙什么来头 居然得妖王大人如此接待 现在一听谢无畏说是什么生死之交 更是震惊非常 妖王大人 什么时候跟一个人类交情这么好了 不过转念一想 几十年前妖王大人曾离开过古地一次 似乎是外出去了人类的世界 听闻那一次外出凶险至极 险些丧命 后来才打听到 妖王是被一个人类救了一命 才得以安全返回古地 不知不觉的 几个妖族就将杨开 与那救了谢无畏一命的恩人联系到了一块 心中恍然 眼中的桀骜和不屑收敛了许多 那妖族沉声道 大人 血门有变 血门 谢无畏手上动作一顿 目露震惊的抬眼朝自己手下望去 后者轻轻点头 谢无畏的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 沉声道 消息可准确 那妖族道 确定无疑 最开始是吸雷妖王那边的一个手下发现的情况 不过当时有不少人都看到了 纷纷上报 如今血门那边的情况 已经惊动了四位圣尊 都在派人查探 谢无畏顿时有些不淡定了 站起身来急促道 将详细情况说一遍 是 那妖族回了一声 整理了一下措辞 道 也就是一个多月前 血门忽然爆发雪光 冲天起 不过仅仅只是一瞬 便归于平静 但在这一个月时间内 雪门明显变得跟以前有些不太一样 似乎散发出一种魔力 不少人靠近之后 都不由自主地想冲进去 那边已经杀了不少人了 血脉吸引 谢无畏眼中金光狂闪 那妖族汉手道 我等也是这么猜测的 属下曾冒死前去一探 发现那雪门确实能吸引属下 让属下产生不管一切冲过去的念头 若非属于他们关键时刻出手 属下必然已遭不测 种种迹象表明 血门降开 古老传言不虚 谢无畏听的一脸激动 背负双手 来回在高台上渡步 好一会才停下步伐 陈生道 圣尊那边什么意思 那妖族道 几位圣尊那边口径统一 让我等不要悟信了谣传 望送幸免 如今血门附近 八位使者已经齐齐出动 将四周封锁 谁也无法靠近 悟信谣传 谢无畏冷笑不迭 血脉吸引乃我等本能 几位圣尊以为堵住了悠悠之口 便可安然无事了 他们倒是打得好算盘 恐怕只是担心 再冒出一两位圣尊 影响他们的地位罢了 本章完 第2626章 大块头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谢无畏一脸不愤的表情 口出狂言 让几个手下心惊胆战 暗想大人果然还是这道脾气 幸亏这里没有外人 否则这话 要是叫那几位圣尊听去 只怕大人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血门 是什么东西 杨开在一旁听了半嗓 终于忍不住好奇问了出来 之前他也听杨有为提起过血门 知道这地方跟万灵之墓一样 是蛮荒谷地的两大境地 不过并没有具体打探 可现在间歇无畏的神情和言辞 这血门似乎牵扯极大 竟连谷地的四位圣灵都出手干涉了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杨开如今要在蛮荒谷地内寻找小小 还要寻找老三 多了解一点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坏事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吗 听到杨开问话 谢无畏一正 忽然意识到 这里还有两个外人 顿时嘴角一抽 他刚才也是太激动了 竟忘记了这茶 要是不方便说就算了 杨开轻轻一笑 拿起旁边婢女之前 奉上的烟红色茶水 闻了闻 还是没敢喝下去 生怕这玩意是用鲜血炮制出来的 他说的轻巧 谢无畏却不敢就此带过 毕竟杨开已经来了兴致 谁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只能顺势到 也没什么不方便的 血门之事与人类无用 是我古地生灵的境地 杨开道 我之前听人提起 血门与万灵之墓 来古地两大境地 不知是真是假 谢无畏汉手道 不错 万灵之墓 乃我古地生灵老死之地 可血门却是我等新生之所 一生一死 分掌两极 新生之所 杨开愕然 谢无畏沉声道 古老传言 入血门 得新生 樊祖脉 化圣灵 化圣灵 杨开悟然一惊 难道说进了那血门 就能成为圣灵 谢无畏汉手道 字面意思是这样 但谁知道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古地自诞生以来 这血门禁地就出现了 谁也无法靠近 谁也无法进入里面 可那古老传言 却是一代代的传了下来 在古地 便是刚开了灵芝的小妖 都知道这句传言 不瞒杨少 我等古地生灵 都身负了蛮荒血脉 或多或少 多拐不定 实力强弱 资质优劣 也与血脉的浓博有关 若真能将体内血脉完全激活 重现阻脉辉辉煌 那自然可以拥有 堪比圣灵之力 杨开惊奇不已 这世上竟有这样的地方 血门真有这种奇效 谢无畏道 是不是有这奇效 没人确定 不过传言 确实有那么几位圣灵 是从雪门内走出来的 可年代久远 已经无从考证了 可是不管如何 雪门 对我古地圣灵来说 不是是一场天大的造化 就如世间传言里逾越龙门 生化为龙一样 雪门的存在 就如那龙门 谁不想去试试 妖王也想去 杨开 谋路一色 谢无畏痴声道 那也得那几位大人给机会才行 他们如今派出八大圣使封锁四周 谁能靠近 不过这么一弄 倒是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若说谁最了解雪门之密 那无疑就是四位圣尊了 杨开微微汗手 听谢无畏这么一说 他立刻明白了血门的意义 真要是能让这古地生灵 激活体内祖宗血脉的话 那必然能让其实力暴涨 这雪门果然是心生之所 与万灵之木的老死之地 是截然相反的存在 天地之大 果然无其不有啊 杨开心中唏嘘不已 这一趟若不是为了小小而进入蛮荒谷地 只怕他也无法想象 这世上竟还有这样神奇的场所 几位圣尊积危已久 八始已出 暂时怕事 没人敢有异动 但阻迈之力 谁能压制 到最后 只怕适得其反 传令下去 严密监视雪门那边的情况 若有异动立刻来报 我就不信那三十多个老家伙 会乖乖折服 谢无畏一挥手道 他口中的老家伙们 无疑是指 另外三十一路妖王 杨开听在耳中 隐隐意识到 这蛮荒谷地 似乎也不是铁板一块 是 那轻瘦的妖族得令 立刻下去准备去了 谢无畏站在高台上 脸色殷勤不定地又思索了一会儿 这才忽然抬头看向杨开 道 杨绍 你此前说要本王帮什么忙来着 找人 杨开微微一笑 找什么人 谢无畏愕然问道 就是之前你看到的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 杨开说话间伸手在面前一点 连衣荡过 老三的影像呈现出来 谢无畏瞧了 脸色不禁一黑 她还记得 此前在万灵之墓中 被老三用内单砸了一下的场景 我与这女人有些渊源 她如今神志不清 流落在谷地多有危险 所以我需要找到她 将她带走 这倒是没什么难度 谢无畏闻言也放下了心 她本来还担心杨开收了自己 魂印要自己办什么为难的事 如今看来只是找个人而已 当真是小事 她目光投向下方一个张头鼠目的男子 道 鼠玉 传令下去 让手下弟兄们 多多留意这个女人的踪影 若有发现立刻汇报 另外 不要让人伤到她了 那张头鼠目叫鼠玉的妖族 立刻抱拳道 是 转身就走了出去 谢无畏转头看向杨开 道 若这女人还在谷地的话 只要一露面 必定会被本王手下察觉 杨绍静候佳音便可 杨开满意点头 有劳妖王 谢无畏嘴角抽搐 唯心道 杨绍的事便是本王的事 不必客气 来人 带杨绍下去休息 好生安顿 她迫不及待 想将杨开给打发了 说到底 还是跟杨开在一起 有些不太自在 唯恐被手下人 发现什么端倪丢了面子 不急 杨开一抬手 打断了她 我还要再找妖王打探一些消息 谢无畏微微皱眉望着她 杨开伸手朝前点去 正准备将小小的影像凝出 忽然一声惊天巨响从下方传来 紧接着 一阵地动山摇 整个大殿都摇晃了起来 吓得那几个婢女惊声尖叫 下站的四个妖族 也是脸色一变 吼 一声闷吼 忽然从地下深处传来 仿若被困千年的猛兽 沉闷至极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那声音主人的愤怒 杨开不动如山 好奇地看着谢无畏 不知道她这里出了什么变故 这山下又镇压了什么怪物 谢无畏的脸色也不好看 扭头朝下方的妖族望去 喝到 那大块头还没沉浮 其中一个妖族脸色难看到 那东西有些明顽不灵 我等用了好多方法 也没能让它归顺 一群废物 谢无畏冷哼一声 几个妖族被殉的头都抬不起来 本王亲自去看看 也不知道那山下被镇压的怪物 对谢无畏有什么用 他大袖一甩便要亲自过问 走出几步又回头道 怠慢阳少了 这边出了点是本王需要去处理一下 你随本王闭女前去休息 稍后本王再来赔罪 无妨 我也去凑个热闹 杨开微微一笑 谢无畏眼珠子一番 倒也不好阻止杨开 只能闷头朝前走去 剩下四个妖族急不跟上 心中也是嘀咕不已 觉得妖王大人对这人类 实在是客气的有些过分 居然连如此机密之事 都让他参与 出了大殿 很快便来到一个山洞前 一行数人依此钻入 山洞似乎只是入口 一路台阶往下 不知绵延到何处 洞壁两旁 有银石散发光芒 倒也不显得昏暗 几人都是大步如飞 顺着台阶 顺着台阶朝下持去 足足往下行了几千丈有余 地势才豁然开朗 这地下赫然是一座宽敞地宫 地宫内有不少妖族汇聚 只是此刻这些妖族都一个个如临大敌 不少妖族更是显露出了真身 目光惊恐地望向那地宫某处 见到谢无畏和几个手下到来 这些妖族纷纷退避两旁 神情恭敬中带着畏惧 谢无畏左右扫了一眼 伸手招来一个小妖 贺问道 什么情况 那小妖面无血色 结结巴巴道 我等也不知 那大块头忽然醒了 大发雷霆 我等实力低微遏制不住 已经死了好几个兄弟了 若非有大人此前亲自布下的锁神恋 只怕他已脱困 滚开 本王要你们何用 谢无畏一脸不悦的表情 挥袖一扫 将那小妖扫到一旁 静直朝那地宫伸出行去 吼 又是一声怒吼传出 声浪国企咒风在这地宫内肆掠 只吹得所有人衣衫烈烈作响 头发飞舞 阳开面露惊奇之色 不知道这地宫内 到底镇压了什么鬼东西 竟有如此为是 好奇之下 他运足了墓里 朝内望去 入目所及 让阳开表情一呆 整个人如遭雷势 僵在了原地 颤声道 小小 那边几十丈开外 一个体型巨大 足有五丈高的人形大雾 被一根根漆黑的锁链锁在原地 那庞然大雾 浑身棱角分明 乍一眼看上去 似乎是由石头雕刻而成 浑身泛着实质的光泽 却有着清晰的五官 健壮的四肢 充满了爆炸的力量感 面前这大块头 分明就是小小便大了之后的模样 本章完 第2627章 小小的同族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一群妖族文言 都表情古怪地朝阳开望去 心里嘀咕着 小什么小 那家伙分明是个大块头好不好 也不知道这人类是不是眼睛瞎了 这还是因为 有所神恋的压制 若无所神恋 这大块头 还能变得更大 只怕能把这地宫给弄他 念头还没转完 却见杨开竟已迈开了步伐 大步朝那边行去 一双眸子中 满是复杂的神色 整个世界似乎只剩下那边的怪物 再无他物 谢无畏大惊 迪鹤道 杨少小心 此物性情残暴 且力大无穷 暂请退到一旁 让本王来收拾他 他不知道 杨开这是要起什么幺蛾子 但那边的怪物之难缠他 他可是亲自领教过的 当初为了降服他 自己手下可是死伤一片 就连自己都被打得吐血三声 险些命丧当场 若非看中 此物实力强横 欲要收服他为己用 谢无畏早就杀了他 岂会求困在此 杨开一个帝尊 亦曾尽这般贸然靠近 即便有所神恋束缚 只怕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杨开不理 依然上前 谢无畏眉头一皱 正要迈开步伐阻止 却见张若曦身形移动 挡在他面前 伸出一手拦住 姑娘这是何夜 谢无畏一脸阴郁地望着张若曦 区区移得到圆三层镜 也对自己这般放肆 若非魂印被掌控 他早一巴掌拍过去了 若曦怡然不惧 淡淡道 先生既然这般行事 那便是自由打算 妖王静观其便好了 他也不知道杨开要干什么 更不知道杨开为何会突然上前 只是出于对杨开盲目的信任 不想有人打扰到他 谢无畏气节 心想 若非自己如今身为魂奴 生死与杨开安危息息相关 自己怎会理会他的死活 脸色难看的站在原地 一身腰圆已经暗暗催动 随时准备扑上去营救 同时给手下打了个眼色 让他们察觉不对 就赶紧救人 众妖心中忐忑 瞩目观望 杨开却已来到了 那庞然大悟的面前 不是小小 杨开望着眼前 那五丈高的十巨人 心中的激动渐渐退去 他逐渐意识到 眼前这个十巨人 并不是自己的小小 因为自己与小小之间 有一层莫名的心灵联系 眼前这个十巨人 若真的是小小的话 自己之前不可能没感觉到 最关键的是 即便自己已经靠得足够近了 这十巨人 依然在愤怒咆哮 一副恨不得要置自己 于死地的架势 疯狂挣扎 却被那锁神链锁在原地 折腾的链子 哗啦啦作响 吼 十巨人咆哮 进风扑面 吹得阳开脸都变形了 整个地宫内 一阵飞沙走时 宫壁轰然作响 似乎随时都会崩塌一样 阳开放出神念 尝试与之沟通 却发现对方正处在暴怒的情绪之中 压根没有理会自己的意思 无奈 他只能开口道 你是小小的族人 在这种地方 忽然碰到一个 跟小小变身之后 一模一样的十巨人 由不得阳开不脸想些什么 这世上 或许并不是只有小小跟法身两个实魁 这世上 或许还有这样一个奇特的族群 或许小小正是感觉到了 这里有属于自己的族群 才会进入蛮荒谷地 更或许 对方认识小小 好 回答他的 依然只是愤怒的咆哮 瞧得那边 一群妖族心惊胆战 暗覆这人类 胆子真是大 面对连妖王大人单打独斗 都差点不是对手的十巨人 居然还这么风轻云淡 不提别的 但是这份胆气 就足以让群妖肃然起敬 就是有点蠢 也不知道 等下会不会被拍成肉饼 那你见过他吗 杨开伸手一点 在自己面前凝聚出小小的影像 影像之中 清楚地呈现着 当年与自己分开时小小的模样 憨头憨脑 眼神灵动 只不过半人高而已 一身十肤棱角分明 宛若披了一层十字盔甲 看起来坚固至极 最关键的是 他肩膀上 还扛着一根漆黑的棍子 一手搭在棍子上 一手搭梁棚于额前 举目眺望 咆哮中的十巨人 陡然安静了下来 一双愤怒的眸子 正正地盯着那虚幻的影像 又抬眼瞧了瞧扬开 眼中愤怒的情绪 逐渐消散 露出一丝茫然 主要是抗着汉天柱的小小 太过飙心立意 你见过对不对 杨开察言观色 神情一喜 十巨人默然了一会儿 这才缓缓点头 果然 杨开大喜之下 急忙问道 小小现在在哪 他还好吗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小小的近况 当年在星光通道中 与小小分别 让他很是自责 流言倒是很快找回来了 就连赤月等人 也陆续有了消息 如今被安顿在千叶宗中修炼 唯独小小 至今杳无音讯 心界凶险 他不知道小小处境如何 尤其是此前听尹乐声说 小小进了蛮荒谷地 一颗心更是悬在空中 此刻忽然有了小小的线索 他哪能不欣喜 他恨不得钻进眼前这个十巨人的脑袋中 查探小小的近况 十巨人张嘴 问声问气道 你是小家伙的什么人 土字不是很清晰 看得出来很少说话 而且声若红雷 震得整个地宫都嗡隆作响 一群妖族都呆了 傻傻地望着前方 一个个都在心中哀吼 这大块头 居然开口说话了 他们一直以为这大块头没有灵智 无法与生灵交流 直到此刻才明白 人家不是没有神智不能交流 只是懒得搭理他们而已 谢无畏更是目录一色 暗暗震惊 看到现在 他也看明白了 杨开跟面前 这个十巨人似乎有些渊源 否则也不会这么轻易平息掉他的怒火 让他开口说话 这十巨人是自己带人费尽心思抓回来了 杨开等会不会要迁怒自己吧 谢无畏心中一阵不适滋味 要是杨开真的迁怒自己 当着这么多手下的面 自己这老脸往哪放啊 他暗暗盘算 是不是该让自己这些手下 先撤出去再说 免得自己等会尴尬 小家伙 杨开咧嘴一笑 意识到眼前这十巨人指的是小小 点头道 小家伙是我用自身精血孵化出来的 也是我一手带大的 无需多解释什么 这两句话就够了 十巨人文言汉首 翁声道 原来长老所说的贵人就是你 长老 杨开挑眉 不知道 怎么突然就冒出来的长老来 不过也没心情去追问 只知道 小小现在好吗 他这些年没遇到什么危险吧 十巨人嗡声道 你既是小家伙的贵人 那便是我部族的客人 没有隐瞒你的必要 小家伙多年前自己找到了部族 部族了也接纳了他 他现在很安全 你们有自己的族群 杨开微微一惊 尽管之前心中有些猜测 可现在证实了之后 还是不免有些震惊 十魁一族 天生刀枪不入 利益大无穷 成长到巅峰的话 单独一个就足够难缠了 若是来上一群 只怕圣灵都得退避啊 十巨人傲然道 我十灵一族 虽然数量携手 但也还没到灭绝的程度 贵客何必这么惊讶 十灵一族 杨开有些无语 看样子自己称呼他们 十魁一族有些不对 他们自称是十灵一族 不过左右也就是个称呼而已 没什么大碍 你能带我去见见小小吗 杨开再次问道 此言一出 面前的十巨人沉默了一下 好片刻才道 你想带小家伙离开 小家伙如今是不足的成员 不可能再跟你离开的 我十灵一族 不受任何人的约束 敢打我十灵一族主意的 都是敌人 杨开笑道 我就是想去看看他 并不是要带他走 十巨人上下打量了他几眼 汉手道 倒没有说谎 杨开一惊 心想自己有没有说谎 也能看出来 不过十灵这个种族 他也不是太了解 也不知道 人家除了淬炼矿石之外 还没有别的特殊的天赋神通 贵客的要求我可以满足 只是我如今 十巨人说话间扯了一下捆住四肢的锁链 传来一阵哗啦啦的声响 示意杨开如今他自身难保 只怕有心无力 这个好办 杨开应了一声 回头道 妖王 劳烦过来一下 谢无畏嘴角一抽 有些不情不愿的走了过去 之前杨开与十巨人之间的谈话 他听得清清楚楚 哪还不知道杨开要他做什么 只是他好不容易才抓到这个十巨人落单的机会 将他囚禁在此 本指望能彻底降服他为自己效力 哪知道横空杀出来一个杨开 杨绍 有什么吩咐 谢无畏走到镜前 压低了声音装模作样的问道 杨开偏头道 放啦 这 谢无畏一脸迟疑 十巨人怒瞪着他 一副杀父夺妻之仇 不共戴天的样子 谢无畏一脸苦涩道 杨绍 非本王不愿意啊 你看他这样子 本王若是放了他 只怕立刻就要被他找麻烦 这一亩三分地还要不要了 他要是折腾起来 我这山头都要被夷为平地 本章完 第2628章 重逢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这话倒不是威严耸听 石灵一族天生就掌控着大地法则 翻手间移山倒海很正常 杨开扭头望向石巨人道 他放了你 你别跟他计较了怎么样 石巨人冷哼道 敢打我石灵一族主意的 都是敌人 一副不愿善罢甘休的架势 让杨开有些无语 杨绍你看 谢无畏伸手点了点石巨人 那意思就是说 并非我不愿放人 只是人家不依不饶 我也没办法 杨开揉了揉额头 有些无奈地望着石巨人 道 妖王实力不俗 真要是再打起来 也是两败俱伤 俗话说 冤家已解不宜结 你就此罢手怎样 反正你也没什么损失 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石巨人哼哼两声 看起来还是很不情愿的样子 谢无畏也是大袖一甩 很不高兴 杨开望着石巨人 诚恳道 你不是说我是你们不足的贵客 给个面子怎样 石巨人哼哧哼哧了一会 这才一脸不乐意地道 罢了 就这样吧 这是愿意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杨开立刻冲谢无畏示意道 放人 谢无畏虽然还是有些不太情愿 但也拗不过杨开 只能一摧腰圆 煞时间妖气弥漫 轰隆隆朝锁住石巨人的漆黑锁链涌去 也不知道谢无畏动了什么手脚 只听得咔嚓擦几声响动 那锁住石巨人的锁链 一下子都落在了地上 一看石巨人脱困 谢无畏当即闪到了杨开身后 一脸警惕 倒不是他惧怕石巨人 只是这玩意实在不好惹 挨上一拳 他也得吐血三声 若非逼不得已 谢无畏也不想跟他交手 石巨人只是邪腻了谢无畏一眼 眼中凶芒毕露 不过也算是守信 并没有一脱困 就要怎么样 杨开在一旁道 现在能带我去见小小了吗 石巨人轻轻点头 身上噼里啪啦一阵响动 直接从五丈高便伸成了一人高 一下子精巧了不少 冲杨开一挥手 便迈开大步朝外行去 是谢无畏与无物 那叫一个目中无人 杨开急忙跟上 谢无畏一脸不是滋味 迟疑了一会 也跟了上去 众妖迎来 面露不解之色 不知道妖王大人 为何这么听从一个人类的指示 将那辛苦勤拿的石巨人说放就放了 谢无畏自然懒得跟他们解释什么 只是沉着脸往上行去 一炷香后 一众人等离开了地宫 重新返回地面 石巨人转头瞧了瞧四周 辨认了下方向 也没多说什么 脚下一踩大地 竟是冲天起 直接窜出几千丈距离 眨眼功夫 就冲进了原始茂密的丛林之中 杨开见此 也只能积极跟谢无畏道 妖王 此前拜托的事 还请多多上心 发现那女子之后 若能安全情祸 自然最好不过 若是不能就派人监视 我还会再回来的 万不可伤她性命 谢无畏神情苦涩 却也不得不抱全道 杨绍放心 本王定不负所托 倒是杨绍 此去要小心为上 她倒是巴不得杨开一去不返 只是杨开若是有什么危险的话 身为魂奴的她也不会好过 自然不希望杨开遭遇什么凶险 没工夫跟她多说 杨开点点头 地缘裹着张若曦 空间法则跌宕之下 直接消失在原地 紧追那十巨人而去 群妖目送杨开离去 这才琪琪走上前来 疑惑地望着谢无畏 不知道妖王大人 这弄的是哪一出 谢无畏沉着脸 道 今日之事 不得有半点泄露 否则杀无赦 群妖胆寒 纷纷抱全称事 十巨人似乎不能飞行 但是跳跃能力 却是超乎想象 每一次月起 都是几千丈的距离 所以速度倒是不慢 在前方稍稍等了一下杨开 见杨开很快跟了过来 十巨人便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持去 他对这蛮荒谷地 无疑也是极为熟悉的 一路拐拐绕绕 避开了许多强大存在的地盘 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波折 只是之前 杨开让他不要为难谢无畏 似乎让他有些不爽 所以这一路上 压根就没想要与杨开交流 搞得杨开想问问他 十灵一族和小小的情况 都没机会开口 只能坠在他身后 一路尾随 若曦也看出杨开有心事 一言不发 不敢打扰 这路途倒是显得沉闷得很 足足在谷地里 窜了一日一夜的功夫 前方飞纵的十巨人 才忽然停下步伐 那一人高的石头身躯 踩在一棵巨大的树棺之上 迎着晨曦 跳往远方 刷 杨开的身形落在他旁边 顺着他的目光 朝前方望去 只见在那丛林深处 一片茂密的原始之地 古树参天 层层叠叠 沉起云雾缭绕 一片仙境之景 十巨人伸手握拳 在自己胸膛之上猛锤 发出咚咚的声响 瞧得张若曦一脸心惊胆战 生怕他用力过大把自己捶死了 好 十巨人仰天咆哮一声 声音之中透着一种莫名的情绪 咆哮之音跌宕起伏 似是用什么神秘的手段 传递着信息 哗啦啦啦 四周群鸟惊飞 走兽四散 紧接着 在那丛林深处 另外一声跌宕起伏的咆哮响起 回应着十巨人的呼唤 杨开心绪澎湃 因为来到这里之后 他忽然感觉到 在那丛林某处 有一层无形的心灵感应 一下子与自己联系起来 这是血脉之间的感应 即便经久万年 也不可能磨灭得掉 小小 小小的诞生 是杨开利用了自己的精血催化 换句话说 小小的体内流淌着杨开的鲜血 这是深入到骨子里的联系 是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斩断的 长老同意 让你们进入不足领地 跟我来吧 旁边的十巨人 忽然转头说了一声 然后跃下树冠 在丛林之中飞奔起来 敏捷如猿猴 杨开压抑着心中的激动 也跟着落了下去 一道半人高的灰色身影 在丛林中飞奔 朝着杨开所在的方向 急速迟来 双方的距离迅速拉近 即便被万千数目阻隔 双方也能清楚地感觉到彼此的存在 咻 杨开动作一顿 一下子停在了原地 紧接着 在那前方 灰光如闪电般朝他扑来 若熙大惊 还以为遭遇了什么偷袭 瞬间祭出了万寿印 不过很快 他就知道自己误会了 因为杨开此刻 竟是一脸微笑地 朝前方伸出了一只手 流光速度不减 直接撞在杨开身上 杨开眼珠子 都快突出来了 整个人被一股大力推着 不受控制地朝后倒飞 催枯拉朽 一连撞倒了好几棵大树 去世才逐渐平缓 嗨嗨 一口气没缓过来 杨开险些内伤 小小的这个拥抱 有点暴力 背靠在一颗半倾斜的大树上 杨开伸出一手 拍了拍压在自己身上 不断拿脑袋蹭着自己的小小 嗚嗚 小小口中发出一连串莫名的声音 虽然杨开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但却能清楚地感受到她的喜悦和兴奋 这久别重逢的兴奋 让她根本无法自控 这才一见面就给了杨开一个野蛮的冲撞 很快 小小似乎是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 连忙爬起 半跪在杨开面前 一双滴溜溜转动的眼珠子 紧张地打量杨开 生怕她受伤了似的 还伸手拍了拍杨开衣服上的灰尘 不过那力道稍微有些大 没事 杨开乐呵呵地拍了拍她的脑袋 认真地打量着她 一别多年 小小似乎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只是杨开分明感觉到她的气息变得更强大了 旁边领着杨开来到这里的十巨人 却有些瞠目结舌 刚才小小的那个拥抱 对十灵一族来说 确实只是拥抱 可对一个天生身体弱小的人类来说 那拥抱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吃得消的 偏偏眼前这个人类毫发无伤 还一脸笑眯眯的表情 这人类的身体有点强壮啊 呜呜 小小依然呜咽不已 若是十灵灯流泪的话 只怕现在肯定已是泪流满面 兴奋的情绪堵在胸腹处无法发泄 小小一阵上蹦下窜 抓耳挠腮 仿佛一直成了金的猴子 让人瞧着好笑 忽然 她窜到一旁 张开双臂 抱住了一棵大树 那大树也不知道活了多少年 最起码要三人环抱才能抱得过来 树关高耸入云 参天耸立 半人高的小小 在她面前就如蝼蚁一般渺小 可偏偏这一抱之下 整棵大树竟猛地摇晃起来 吼 小小一声怒吼 大地瞬间嗡鸣起来 树根部裂出一道道 犹如蜘蛛网般密集的裂缝 根须节节暴露出来 轰轰轰 小小不断地双臂下沉 抬升 每一次动作都让那大树摇晃不止 三两次下来 巨大的树木竟被她连根拔起 四周泥土翻飞 这场景让若曦瞧得目瞪口呆 她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力大无穷 被连根拔起的大树在小小手上轻弱无物一般 被她直接扔向了天空 一下子就化作一个小黑点 也不知道会被扔到什么地方 吼 小小仰天咆哮 吼声连绵不绝 双拳不断垂动自己的胸膛 咚咚之声如敲响的战鼓 本章完 第2629章 长老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12 还不快将贵客拉起来 成什么样子了 一个苍老的声音忽然在前方响起 虽然雄魂 却温厚和蔼 让人听在耳中不由自主地生出一丝亲切感 小小猛地打了个机灵 似对着声音的主人极为敬畏的样子 又蹦又窜地重新回到杨开身边 伸手将她拽起 憨头憨脑地望着她 一通发现 她总算是冷静了下来 杨开抬眼朝前方望去 入目所见 让她一正 只见在那丛林各处 一个个一人高的石灵漫步走出 粗略一数 竟有七八个之多 显然都是 察觉到这边的动静汇聚而来 那一双双圆溜溜的眼睛 都好奇地打量着她 而居中的一个石灵尤为突出 倒不是她有多么强壮高大 相比其他的石灵来说 她反而要矮小一些 矮小并非因为身高 只是因为身形有些勾搂 这石灵给人的第一感觉 就是苍老 勾楼的腰身 处着一根石质的拐杖 身上的石质皮肤 也呈现出均裂的状态 那是无穷岁月流逝的痕迹 棱角分明的下巴上 竟有一棚细小的石锥 好似胡须一般 唯独那双眼睛 却极为明亮 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石灵一族天生智力堪忧 但杨开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上 这老石灵的双眸 却从那眼睛中 看出了一个睿智老者的倒影 杨开肃然起敬 知道这位老石灵 恐怕活了不知道多少万年 同时也意识到 这位老石灵到底是什么人了 她双手抱拳 躬身道 小子杨开 见过长老 冒昧打扰 还请长老莫要见怪 张若曦一听 知道这是个大人物 也连忙欠身行礼 长老呵呵一笑 笑声极为爽朗 道 不打扰 我石灵一族等你一久 今日总算是等来了 等我 杨开愕然 不过很快就像是想起了什么 扭头瞧了一眼 站在自己旁边的小小 微微一笑 伸手拍了拍小小的肩膀 她以为是因为小小的缘故 所谓这位石灵长老 才会说 一直在等自己 贵客远道而来 路途劳顿 还请随老朽前去休息 我石灵一族 已经很多年没有客人了 长老说完 也不管杨开同意不同意 转身就朝丛林深处行去 她虽然 看着极为老迈 还处着一根拐杖 但那沟楼的身形 却是剑步如飞 速度丝毫不比其他石灵差 她一走 剩下的那些石灵 也都紧跟着她离去 只是临行前 瞅着杨开的目光 有点怪怪的 小小拉住杨开的手 口中呜呜了几声 连拖带拽的将她拖走了 杨开无奈 也只能招呼张若曦跟上 走不多时 众人便来到了一些参天古树环绕的地方 这些参天古树每一棵 都有石人环抱粗性 而树根下方都有一个树洞 树洞似乎被经营成了天然的树屋 里面有生灵居住的痕迹 杨开瞧着兴起 心中也恍然 知道这些树屋 应该就是石灵异族居住的地方了 想想也是 但是这些家伙动不动就 变身成几帐高十几帐高 一般的屋子还真经不起他们折腾 这种天然的树屋 倒是最好的栖息地 石灵异族也不知道在这里生存了多少年 那一个个树屋 都有着亘古荒凉岁月流逝的痕迹 来到这里之后 那石灵长老 静止地走进了一个树屋内 转身就不见了 倒是另外一个石灵走了上来 单手在胸前府里道 长老吩咐 贵客先去休息 待到晚间时分再来说话 杨开瞧了他一眼 也不知道这个石灵 是不是被泄无畏擒获的那个 这些家伙长得一般模样 常人压根分不清楚 除非与他们长时间生活在一起 才有可能 学着他的样子 单手在胸前府里 杨开客气道 有劳 他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非要晚间再来说话 但他此行是来找小小的 如今已经看到小小了 心愿已然达成 其他的倒也无所谓 甚至说 小小要不要跟自己离开 也不是杨开需要考虑的 小小愿意跟自己离开这里 固然最好不过 可若他无法抛弃自己的族群 选择留下来 杨开也不会勉强 每个生灵都有自己的族群 小小能够找到自己的同族 不再是孤单一人 杨开是真心为他感到高兴 好生招待客人 那石灵又对小小吩咐一声 小小挠了脑脑袋 这才点点头 石灵瞧了他一眼 微微叹息一声 转身离开了 似乎对还处在孩童时代的小小感到无奈 不过整个石灵一族 也只有小小一个 还处在孩童时代 调皮任性 一点也没办法 带着石灵走后 小小才拖拽着杨开 朝一棵大树下方走去 那树下同样有一个树屋 明显是小小的住处 杨开与张若曦随他进了里面之后 小小东张西望一阵 又猛地窜了出去 也不知道跑出去干什么 过了片刻之后 附近一个树屋内 传来一声怒吼 小家伙又来调皮 小心我告诉长老 让他惩罚你 轰隆隆 一阵地动山摇 片刻后 小小肩膀上 扛着两个石凳 一溜烟地跑了回来 将石凳扔在地上 望着杨开指着石凳 呜呜直叫 若曦忍不住眼嘴而笑 明白这两个石凳 大概是小小跑出去 抢了别的弹铃的 杨开也忍俊不禁 与若曦对视一眼 长山一斗坐了下去 扭头四望 杨开发现 这树屋内空空荡荡 面积倒是不小 比一般的房屋还要大 只是里面并无什么摆设 甚至连桌椅板凳都没有 倒是旁边几个石凋 引起了杨开的注意 那几个石凋 瞧着很粗糙 明显雕刻之人的技能不娴熟 只不过依然可以笼统地看出 这些石凋是一个人 一个男人 石凋从左到右 形象越来越好 最后一个石凋 已经出现了清晰的五官 若曦瞧了一阵 心中恍然 压一道 先生 这是你 虽然那石凋与杨开看起来 没有半点相似之处 但张若曦依然敏锐地察觉到了 这石凋到底是以谁为原型雕刻而成的 小小又蹦又跳 跑到那最好的石凋面前 将它抱了起来 献保式地放在了杨开面前 伸手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指她 杨开正正地瞧着 心绪微动 不令称赞道 刁得不错 很像 得了称赞 小小一蹦三尺高 凌空翻了个跟头 跑到另外那些石凋面前 狠狠将它们砸碎 也不知道发哪门子疯 似乎对她来说 只要有得到杨开称赞的这具石凋就足够了 其他的都是浮云 呜呜几声 小小双臂挥动 脸比带话 杨开挑眉道 这都是 你自学的 小小猛地点头 又是一阵连笔带话 杨开顿时哼道 那是其他人不识货 别理他们便是 张若曦在一旁安静地瞧着 面上一直挂着淡淡的微笑 忽然发现 这一幕很温馨 她看不懂小小在比划什么 也听不懂小小在说什么 偏偏先生却能清楚洞察 她要表达的意思 毫无错落 一人一旦灵 在这山洞之中 用这种特殊的方法交流 闲聊着琐事 却是其乐融融 在这远离了喧嚣的原始丛林之中 外界的纷争 似乎如昨日过眼云烟 丝毫不能侵犯此地 若曦看得出来 杨开与面前的小小的石灵感情很好 若曦也从来没见过杨开这么耐心过 她对这个小小的石灵 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充满了宽容与仁爱 若是一直能这样子 该多好 只要先生愿意留下来 自己也会很乐意留在此地 哪怕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欢笑声不断地从书屋中传出 时间迅速流逝 很快便到了傍晚时分 天色渐黑 外面走来一个石灵 单手辅兄行李道 客人 长老请名前去赴宴 赴宴 杨开一正 虽然白天的时候 长老也说过 让他到晚间时分再来说话 杨开却没想到 他们竟准备了一个宴会 这不禁让他有些受宠若惊 连忙起身道 长老有心了 小子马上就来 那石灵点点头 转身离去 小小也不再跟杨开比话 而是拉着他的手 将他朝外拖去 小小 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讲究的地方 杨开边走边问 石灵一族算得上是蛮荒一族 一直居住在蛮荒谷地的最深处 杨开出来乍到 生怕犯了什么忌讳 惹人家不快 自然是要问得清楚 入乡随俗 那只小小 只是不断地摇头 并没有跟他多说什么 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 让杨开很是无奈 出了树洞 杨开与张若曦抬头一瞧 不禁眸鹿一彩 好漂亮啊 若曦忍不住惊呼一声 实在是这蛮荒之地的夜晚 美帝有些让人陶醉 那四周的古墓之上 点点萤火虫飞舞 树木之间流光一彩 缤纷绚烂 一道道宛若彩带般的灵光飞来飞去 点缀着此地仿若人间仙境一般 若曦的两只眼睛都冒出了星星 恨不得此生长居此地 再也不要离开了 小女孩对这美好的事物 向来没什么抵抗力 杨开也在蛮荒谷地里呆过不少夜晚 可从来没有哪个地方能有石灵居住之所 这般美不胜收 让她不禁有些感慨 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本章完 第2630章 木林一族 小说《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随着小小继续朝前走去 很快便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地带 此地已经汇聚了七八个石灵 纷纷站在一个石盘的后面 这些石盘每一个都有墨盘大小 应该是石灵一族自己制作出来的 摆放在此充当桌子用 石桌的后面也都有石灯 在那最前方的石桌后 茂迭的石灵长老已经入座 正笑眯眯地朝这边望来 杨开与张若曦随着小小一路通过的时候 那些站在两旁的石灵都纷纷行礼 搞得杨开很是不好意思 也只能跟张若曦两人不断地回礼 这些石灵每一个都不知道活了多少年 可以说 他们比当今星界九成九的人都要高寿 在他们面前 杨开当然不能无礼 长老下守卫 有两张空的石桌 明显是给杨开和张若曦准备的 待到近前 长老才抬手道 两位客人请入座 杨开告罪一声 走到长老左右边的石桌后方坐下 若曦瞧了瞧 也只能走到另一边安静落座 小小倒是一溜烟地跑到最后方 与一个石灵挤在一桌 还一副极不老实的样子 惹得那石灵抬手敲了他一下 发出咚的一声响动 立刻老实不少 有客自远方来 我石灵一族倍感荣幸 设宴招待贵客 还望客人莫要计较必处寒酸 长老呵呵笑着 声落红雷 震耳发聩 杨开起身道 长老客气 能得贵族招待 是小子的殊荣 岂敢计较太多 长老微笑汗手 伸手示意杨开请坐 这才开口道 我石灵一族 天生族人携手 在此诸位 已是我族仅存族人 个人与贵客自我介绍一下 免得贵客混淆不清 是 底下众石灵纷纷应落 这才一个个起身 朝着杨开所在的方向行李 自我介绍到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八 杨开瞧得一阵目瞪口呆 嘴角抽搐 这些石灵的名字 倒是省事得很 一个个都以数字为名 算上长老和小小 总共也才十个族人而已 当真是稀少得有些不像话 关键是 他们这样自我介绍也没太大意义 杨开瞧来瞧去 还是觉得 这些家伙 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压根分不清谁是谁 虽然分不清 可该有的理解还是有的 杨开一回礼 一副 我记住了的模样 实则根本两眼一抹黑 待到八个石灵都介绍完了 长老才呵呵一笑 道 我石灵一族天生不过石 过石必妖 这也是天数 杨开愕然道 贵族从来没有超过十个族人 长老汉手道 不错 杨开心头恍然 怪不得当年自己 虽然得了两个石灵的胚胎 却最终只有小小一个孵化出来的 另外一个实在是逼不得已 被他给祭练成了法身 这才存活下来 他还以为石运不济 现在看来 倒不是他当时培养的问题 而是天命使然 不知道把法身给放出来 这群石灵会有什么反应 长老又道 族人虽少 但也与世无争 方才苟存至今 让客人笑话了 杨开连忙摆手 闲话不多说了 晚宴这边开始吧 长老呵呵一笑 朗声道 地处简陋 无慎招待 为奉上些许灵果与灵酒 还望客人莫要嫌弃 不敢不敢 杨开口中答着 面上却是一片狐疑 因为这长老 虽说要奉上什么灵果灵酒 可他压根就没见到东西 而且 石灵一族十个族人都在这里 谁来上酒上果盘 偏头望去 却见其他九个石灵 包括了小小 都稳坐原地 动也不动 反而一双双眸子 都满是期待的望着丛林深处 一脸异动的神色 搞什么鬼 杨开满心狐疑 却也只能静观其变 啪啪 长老忽然拍了两下手掌 一副召唤什么东西的样子 煞世间 只见四周树木光滑大放 一道道五颜六色的霞光 自丛林深处绽放 那萦绕在树冠和丛木之间的彩带 也一下子都活了过来 光芒朦胧之中 似有一道道娇小的身影 飞空而来 一个个脚踩那游离的彩带 身上散发着离奇的光韵 仿若天人下凡而来 此情此景美不胜收 阳开一下瞪大了眼珠子 入目所见 只看到一个个约莫 只有自己胳膊长短的娇小人 莫名出现 这些小人似乎并非血肉之身 身上流光溢彩 个个都生得玲珑剔透 仿若由玉石雕刻而成 丛林之中 一下子活跃起来 从四面八方涌出上百个这样的小人 小人有男有女 男的面容清秀 英俊不凡 女的容貌出众 姿色不凡 身穿短裙 精致的胳膊和小腿裸露在外 肌肤如雪 这些小人一个个手上都捧着一些东西 各自飞舞到一张张石桌前 将手上东西依次放下 很快 每一张石桌上 都摆上了石碑 酒坛 还有一栏栏扑鼻清香的灵果 那些小篮子 应该也是利用藤蔓编织而成 精致无比 每一个小篮子上 都装了一些品种不同的灵果 早已清洗干净 可随意品尝 杨开与若曦 哪见过这样的生灵 都瞧得眼睛不眨一下 惊奇万分 一个女性小人 飞到杨开面前 将碗在胳膊上的小篮子放下 抬头一瞧 正见到杨开瞪大双眼死死的盯着她 顿时两颊飞红 眼面而退 一副娇羞无限的样子 搞得杨开颇为不好意思 觉得自己吓到人家了 那边张若曦 却是伸出一根手指 一个女性小人的脸蛋戳去 却不妨那女性小人 伸手拍开她的手指 绝了绝嘴 气鼓鼓地走了 若曦不禁吐了吐香舌 不过美眸却一直盯着 那些小人不放 娇小美丽的小人 自然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 暗暗觉得 若是能带几个回去养着就好了 长老 这是 杨开好不容易回过神来 扭头朝石灵长老那边望去 长老呵呵笑着 开口道 此乃木铃一族 与我石灵一族同妻同生 是我石灵一族最坚实可靠的盟友 顿了一下 又接着道 我石灵一族 又许多要借助他们的地方 而木铃一族并不擅长战斗 在这谷地内生存困难 需要我族的庇护 所以我等也算是互帮互助 杨开恍然 汉首道 原来如此 这些小人看起来确实不擅长战斗 只怕随便来个妖兽 都能将他们咬死一大片 谷地凶险 想要绵延生存下来 唯有依靠强者 石灵一族 无疑就是他们所依靠的对象 这一趟来谷地 他可算是大开眼界了 不但见到了小小的诸多族人 竟还见到了这神奇的木铃一族 常人只怕 连这两个种族的存在都不知晓 正说着话 一个看起来 与其他木铃有些不同的女性小人飞了过来 这个女性小人 穿着无疑要华丽一些 而且气质上也要更高贵纯净 那精致的面庞之上 竟笼罩着一层银白的光芒 看起来神圣至极 凛然不可侵犯 头上还带着一个奇特的桂冠 长老道 这位是木铃一族的族长木娜 杨开慌忙起身 道 杨开见过木前辈 虽然这位木铃族长 也只有他胳膊长 娇小的有些不像话 但既然是一族族长 那自然是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存在 喊一声前辈理所当然 木娜温和一笑 抬手道 既是石灵一族的客人 那便也是我木铃一族的客人 来了这里 就当成自己的家 不必多礼 长老笑道 平常时候想吃些木铃一族的灵果和灵酒 可是难事 今日也算是沾了贵客的光 可以一饱口腹 木娜鸣嘴笑道 长老可不要睁着眼说瞎话 我木铃一族种植的灵果 和酿造的灵酒 什么时候短过你们了 一群石灵文言 黑黑干笑 显然平时 没少从木铃一族这里弄吃喝 杨开看得出来 这两族之间 并非简单的衣服和庇护这么简单 关系应该极为不错 否则长老和木铃族长的对话 不可能这么随意 长老一抬手道 贵客来临 家约如期 当一罪方休 底下一群石灵 顿时一阵鬼哭狼嚎 将石桌拍得碰碰响 搞得好像要出征杀人一样 瞧得杨开心惊胆战 也不知道 这么一群暴力分子 怎么跟木铃一族和平共处的 就连小小也在那里人来风 兴奋得不得了 旁边立刻飞出十几个女性木铃 来到每一张桌子旁 哼哧哼哧地抱起酒坛子 便要给个人的石碑满上 前来服侍杨开的这个女性木铃 似乎就是刚才被杨开死盯着 然后一脸娇羞飞走的那个 看着她抱着酒坛子 一脸吃力的样子 杨开颇有些于心不忍 连忙开口道 我自己来就行了 不劳大驾 此言一出 那女性木铃不禁扭头朝她望来 眼珠子一下就红了 眼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当真是我见游连 杨开巨汉 不知道自己说错什么了 连忙朝长老投以求救的目光 长老呵呵笑道 木铃一族虽然极为排外 但若谁能成为他们的客人 却能体会到他们好客的一面 为客人奉酒 是最基本的礼仪 客人若是拒绝 那便是说明他们做的不够好 回头会被全族族人排斥的 本章完 第2631章 晚宴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啊 杨开听了吓一跳 这个后果有些严重啊 他本意只是不想让这小木铃累着 哪会想到能连累到他被全族人排斥 连忙将伸出去的手缩了回来 尴尬不已 冲小木铃歉意一笑 温声道 那就有劳了 小木铃这才继续抱着酒坛子 给他面前的石碑满上 然后安静地飞到一旁 长老举杯 朗声道 明月当空 贵客如玉 老朽带石灵木铃两足 敬客人一杯 客人还请满饮 一群石灵也都纷纷高举石碑 随着长老朝杨开示意 杨开慌忙起身 端着酒杯环抱一圈 一仰头 将杯中美酒一口喝下 这才将石碑翻转朝下 示意自己已经干了 中石灵也都一口闷下杯中美酒 个个在那摇头晃脑 露出销魂之色 似乎这美酒对他们来说 滋味妙不可言 客人请坐 长老喝了酒后 冲杨开虚压了压手 杨开这才重新坐下 腹中美酒滋味确实不错 百转千回 回味无穷 便是他这不好酒之人 喝了也觉得身心疏爽 也不知道木铃一族 到底拥有怎样的酿酒技艺 杯酒之后 那边一直站在长老身边的木那族长 忽然轻轻地拍了拍手 煞时间 二十多个木铃飞舞道场中央 其中一半木铃手上 各持着一个个精妙小巧的乐器 也无人指挥 一瞬间 笛声乌叶 琴音飞扬 兼有奇特的木骨之音咚咚 仿若山剑青泉叮咚 声音悦耳至极 一个个木铃吹拉弹唱之际 美妙地 乐绿回荡在这优美的丛林之中 另外一半木铃 则夭之轻斩 双臂轻书 随着乐绿之音 在场中央在歌在舞 一族风情十足 入目所见 耳中所闻 似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抵挡人的心灵 让杨开和张若曦 这两个外来的客人 一下子心神平静下来 目不转睛地瞧着 尤其是若曦 当真是看得两眼放光 越看这些木铃 越是喜欢得不得了 石林长老也在那边 笑眯眯地看着 看到妙处 更是守抚自己的时虚 轻轻汗手 小木铃再次给杨开 针满了酒 杨开却毫无察觉 只感觉整个人的身心 都被那音律和歌舞 吸引了过去 体会到从未有过的平静 心中的一切杂念 都荡然无存 一曲五霸 杨开依然久久没有回神 倒是一旁的喧闹动静 将她惊醒 扭头一看 顿时嘴角一抽 只见那边包括小小在内的 九个石林 竟都在埋头胡吃海塞 一副饿死鬼投胎的模样 全都抱着自己的酒坛子 咕咚咕咚唱饮 常人难得一见的美酒 顺着他们的嘴角 流淌到胸膛上 浪费无数 喝了一口美酒 抓起面前木栏里的灵果 塞进嘴中狂嚼 九个在旁边奉酒的木铃 都一脸嫌弃地瞧着他们 两族生灵凑在一块 简直就是唯美与狂野的组合 视觉冲突相当强烈 长老和木那族长 倒是对此细以为常 都面含微笑地望着 一言不发 杨开索性 也闷头品尝起灵果来 这些木铃一族栽种出来的灵果 乃至他们酿造的灵酒 不但美味可口 似乎还都有一种 迪当心灵的奇笑 让杨开惊其不已 暗暗觉得 若是有走火入魔之人 能得到这种东西 说不定能够缓解症状 酒过三巡 十过五位 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 两个喝得摇摇晃晃的石灵 忽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也不知道是时机跟时机 反正涨得没什么差别 迈开大步来到场中央 那些吹拉弹唱的木铃们 似乎知道等会要发生什么事 所以连忙纷纷避开 飞到场外 都一脸笑隐隐地望着那两个石灵 杨开和若曦不知道这两货要干什么 也都是好奇不已 瞩目观望 那场中央的两个石灵对视了一会儿 忽然奇奇发出怒吼 朝彼此冲撞过去 轰的一声巨响 两石灵犹如两座山峰撞在一起 一个石灵 双手掐住了对方的脖子 另外一个石灵 两手卡住了对方的腰 两人都成八字定在原地 双脚还不断地朝对方腿下卷去 一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要置对方于死地的架势 杨开瞧得胆战心惊 生怕这两货打得太忘我 误伤到旁边的小木铃们 偏偏那些小木铃 居然也都瞧得津津有味 还不断地呐喊高呼 给两个石灵加油 看了好一会 杨开才看明白 感情这两弹铃再玩摔跤 只是石灵一族力大无穷 这样的野蛮摔跤 可不是什么种族都能玩得来的 每一次交锋都让人眼皮子直跳 偏偏两族族人都觉得习以为常 折腾了好一会 一个石灵瞅准了机会 一只脚在下方一半 双手用力 将自己的对手撂倒在地上 见起尘埃无数 好 这获胜的石灵仰天咆哮 双拳在胸膛上使劲锤着 嚣张的不得了 顿时有旁的石灵看不下去了 跳到场中央 就跟他互掐在了一起 不断的有石灵被淘汰 不断的有人下场 气氛越来越热烈 连带着那些木铃们 也都望乎所以起来 竟飞到了场中央 围绕着两个石灵叫个不停 杨开乐呵呵的看热闹 情绪被调动起来 也是呐喊加油 看着看着 就惹火上身了 八个成年的石灵都纷纷下过场 最后获胜的那个石灵 见没了对手 竟一转头 朝杨开那边勾了勾手 一副要他下来一战的架势 我 杨开伸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连忙摆手 不了不了 我看个热闹就好 开什么玩笑 跟石灵比摔跤 这不是找虐吗 小小当年的强大力道 他不是没尝试过 单凭比利器 十个自己也不是对手 哪知那石灵一点都不给面子 偏偏就认上了他 招手不断 见他不愿上场 竟是大手一挥 乌拉拉立刻飞过来 十几个小木铃 围绕在杨开身边 不由分说 直接将他抬了起来 往场中央送去 你们 杨开哭笑不得 头一次觉得 这些小木铃 竟是这么不可爱 带到场中央将他放下 那些小木铃又一哄而散 全都跑到外面去 一脸瞧他热闹的模样 杨开扭头望向 长老和木铃组长 一脸求救的表情 长老笑得没心没肺 显然没打算给杨开解围 倒是木娜温声道 客人可动用全部实力 无需顾忌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杨开也很是无奈 心中暗暗打算 若是施展出龙画秘书 说不定还能跟石灵拼一下 这个念头还没转完 那石灵居然就怒吼一声扑了上来 一把抓住杨开的胳膊 然后脚下一半 杨开一脸愕然 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身子重重地砸在地面上 那石灵得手高举双臂 一阵鬼哭狼嚎 一副天下无敌 谁敢来战的样子 杨开从地上爬起 眼面退走 灰溜溜地回到座位上 太丢人了 完全不是对手啊 单纯比利器 这世上怕是没有什么人 能比石灵的力气更大了 凤九在旁的小木灵 同情地瞧了他一眼 默默地给他倒了杯酒 见到杨开吃亏 一直没有上场的小小大怒 一下子窜到了场中央 摩拳擦掌 似是要给杨开报仇血恨 但他那身高 在石灵当中 也只是小个子而已 对上那个成年石灵 也只坚持了三细功夫 就被扔飞了出去 砸在外面 发出砰的一声响动 一场宴会 热热闹闹 两族相处融洽 其乐融融 摔跤之后 石灵们又开始扳手腕 比得全是力气地活 吃过一次亏之后 杨开说什么 也不再去跟石灵比试了 只坐在一旁安安静静地看着 后半夜 石灵们还在闹腾 似乎很久没这么热闹过了 瞧他们的架势 不闹到天亮 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 倒是许多木灵都没了精神 一个个烟头打脑地打着瞌睡 那一直站在杨开身边的小木灵 忽然飞到杨开身边 凑到他耳边 轻声说了一句话 杨开抬头望去 只见那边石灵长老和木灵组长 都已纷纷起身 朝不远处一棵大树行去 木纳还回头瞧了他一眼 杨开会议也急忙站了起来 悄悄地给张若曦传音一句 让他待在原地 脉步跟上 来到那树下 长老已经不见了 唯有木纳还在等候 见到杨开之后伸手道 请 杨开不知道 这两族找自己要干什么 却也没有多问 一眼走进树屋内 这个树屋比其他的树屋 似乎都要大 都要古老 四周树壁斑驳沧桑 石灵长老正面的这一个方位 静静地站在那里 杨开左右看了看 这才开口道 不知长老有何吩咐 长老回头伸手示意了一下 让杨开坐下说话 带到兵主落座之后 长老才道 客人此来 是打算带十九离开吗 十九便是小小在石灵一族中的名字 因为他是最小的一个 原来是问这个 杨开心中了然 微笑道 他若愿意离开 贵族又愿意放人的话 我自然可以带他离开 不瞒长老 我这次来蛮荒谷地 就是为了找他的 长老轻轻汗手 表示明白 杨开又道 不过若他愿意留下来的话 我也不会勉强 他能找到自己的族群 与自己的族人生活在一起 也是我希望看到的 本章完 第2632章 圣灵天敌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客人宅心仁厚 倒是老朽一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长老斧着石须 微微一笑 杨开道 其实就我本意 我倒是更希望 小小能留下来 与你们一起生活 这一趟过来能找到他 我就已经心满意足 诚如他刚才所说 小小能够找到自己的族群 与自己的族人一起生活 总好过一直跟在他身边孤单一个 不管是何种生灵 都是有群居的特性 孤孤单单一个 早晚心态会出问题 长老和木娜对视一眼 微微汗手 似是认同了杨开什么 木娜抿嘴一笑 开口道 不知客人可曾听过血门 杨开眉头一皱 不知道这话题 怎么忽然就跳到这上面来了 却也点头道 来谷地之前并不知道 不过前些日子 恰好听到 一些关于血门的传说 木娜美眸一亮 道 客人既然知道 那就省得切身解释了 杨开愕然道 血门与你们有什么关系 木娜这次倒是没说话 而是扭头 望向石灵长老 长老沉声道 血门与整个古地生灵 都有莫大的关系 古地之中流传着一句话 入血门 得心生 反祖脉 化圣灵 这话谢无畏之前说过 也就是前几天的事 杨开自然记忆犹新 长老道 大多数古地生灵 虽然听过这句传言 但根本没办法证实真假 只有少数一些人才知道 这是真的 杨开微微动容 道 进了那血门 当真可以激活元祖血脉 化身为圣灵 长老和和笑道 并非一定 只是有机会而已 杨开来了兴致 道 愿闻其详 长老沉吟了片刻 似在斟酌措辞 好一会才道 古地生灵 大多都是蛮荒遗种 所以或多或少 都有上古圣灵的血脉和遗传 只有遗传了上古圣灵血脉的生灵 进入雪门 才有可能化身为圣灵 而且 其过程凶险至极 可谓是九死一生 穆娜接道 客人赶进蛮荒谷地 想必修为不俗 应该已经接触到本圆之力了吧 杨开点点头 本圆之力这东西 到圆境的舞者 就已经初步接触了 他已是帝尊 又怎会陌生 穆娜道 想要化身为圣灵 重现元祖辉煌 进入雪门只是第一步而已 进了雪门之后 才是真正的考验 古地生灵 大多数都以为进了雪门 就有机会成为圣灵 虽然不算错 但也太片面 他们只是知其然 却不知其所以然 那考验是什么 杨开眉头紧皱 一下子抓住了重点 长老陈生道 每一个圣灵 都有自己的圣灵本源 血脉繁祖是一方面 能得到圣灵本源的承认 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得到了圣灵本源的生灵 才能有机会 成为真正的圣灵 这话虽然听得绕口 但杨开却是一下 就想明白了 圣灵本源 是一种很奇特的力量 比如凤凰真火 便是圣灵本源 得到凤凰真火的生灵 有很大的机会成为火凤 比如 刘延就得了这个机会 但到底能不能成功 还得看他自己的造化 若无法得到凤凰真火的承认 刘延只会凶多吉少 这对他来说 何尝不是一个考验 换句话说 想要成为圣灵 血脉之力 和圣灵本源缺一不可 杨开悚然一惊 迟疑道 两位的意思 难道是说 那雪门之内 有圣灵本源 长老和穆娜对视一眼 都有些诧异 似乎觉得杨开的思维太过敏锐 居然连这个都想到了 长老汉手道 不错 血门之内 确实有圣灵本源 若有圣灵得机缘进入其中 便可尝试融合 一旦成功 才能真的成为圣灵 可若是失败 那就是死路一条 血门之内 怎么会有圣灵本源 杨开愕然至极 长老苦笑道 因为血门只是个入口 血门之内有个圣灵宫 那里隐藏了许多圣灵的本源之力 可以说几乎包揽了上古大多数圣灵的本源力量 杨开大惊失色 怎么会这样 他猛然生出一个猜测来 震撼道 难道那里跟万灵之墓 是一个性质的存在 那些圣灵将死之时 会主动进入其中 死了之后 将本源之力留下来 若非如此 那血门之内的圣灵宫 怎会有无数圣灵的本源力量 并非这样 木纳摇了摇头 开口道 天道无常 天行有常 圣灵的力量太过强大 非人力能够抗衡 上古时期那些圣灵数量繁多 每一个 都有通天彻地的本领 而且各个性情残暴 动辄大打出手 搅得天地不得安宁 其他圣灵不得安生 可是万物相生 阴阳相克 终有一日 人类之中诞生出一个绝代强者 那人的力量极为克制圣灵 可以说是诸多圣灵的天敌 他耗费了无数岁月 斩杀了无数作恶的圣灵 取走那些圣灵的本源之力 封印在圣灵宫中 又以莫大法力 将圣灵宫封印 藏于血门之中 断了无数圣灵的传承 不让其继续为恶 圣灵天敌 杨开倒吸一口凉气 万没想到 这世上竟还有这样的存在 这样的人该有多强 穆娜肃然道 传言中 那人的力量虽然强大 但也没超出同时代强者太多 只是他的力量 却是专门克制圣灵的 任何圣灵在他面前 都无法生出反抗之力 生杀于夺 所以 圣灵宫内 才会有很多圣灵的本源之力 而那人自称天行 寓意替天行道 手持一柄天行剑 所过之处 圣灵退避 无不闻风丧胆 天行 杨开记下了 微微汗手 不过很快又呼一道 这般古老的事情 你们如何知晓 穆娜朝长老望了一眼 长老呵呵一笑 道 弱论长寿 只怕世上没有哪个种族 能比我十灵一族更长寿 这些事情 是我十灵一族口口相传的 也就是上两代的事情而已 上两代 杨开嘴角一抽 意识到这位十灵长老 只怕是活了十几万年的老怪物 怪不得看起来这么苍老 杨开深吸一口气 平复下心中的悸动 呼一道 长老与族长叫我来此 特意告诉我这些 想要我做什么 长老神情默然一诉 沉声道 老朽 想请客人帮个忙 让我十灵一族 取回祖上留下的圣灵本源 杨开一证 长老 你们十灵一族的祖上 也是圣灵 长老汉首道 不错 十灵一族的祖上名曰太悦 当年因为冒犯了天行 被他灭杀 收了本源之力 封印在圣灵宫中 杨开神情抽搐 你们怎么会想起来找我帮忙的 这是我可完全不懂 而且雪门那边现在 有些异常 妖族四大圣尊的目光都盯着那里 想要进入雪门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穆娜道 这一点我们自然知晓 雪门一变 正是上天给予的启示 若非如此 我等也不会想在这个时候动手 长老叹道 十灵一族虽然强大 但生存不易 也正因为我们掌握的力量非凡 所以 古帝那四大圣尊 一直想要收服我们为己所用 前段时间 四大圣尊接下了最后的通牒 告知我族 若不臣服便要彻底将我们毁灭 我族若想反抗 唯有掌握与他们一战的力量 而雪门便是最后的机会 杨开皱了皱眉 知道十灵一族 这怕是没有办法了 这才打上雪门的主意 想要夺回太岳的本源之力 与四大圣尊分庭抗礼 小小如今也是十灵一族的成员 十灵一族的存亡也关系到他的利益 杨开倒是不好置之不理 想了一下 杨开道 长老若是愿意的话 我可以带你们离开蛮荒谷地 四大圣尊虽然厉害 可只要离开这里 他们怕也是鞭长莫及 长老苦笑一声 道 故土难离 还请客人见谅 这是拒绝了 穆娜道 长老是想让十九去继承太岳之力 若能成功 那十九便是新的太岳 届时便有实力庇护石灵和穆灵两族 十九是客人一手养大的 客人也盼着他好吧 怎么感觉像是再给自己下套啊 杨开心中不免嘀咕一声 不过听说长老想让小小继承太岳之力 这倒是让杨开不可避免的有些动心了 小小若真能继承太岳的力量 那就是新的圣灵啊 想想看 日后小小成为太岳 流言成为火凤 这场景怎么想怎么美妙 虽然一动 杨开却依然肃默道 为何会让小小去继承太岳之力 难道没有其他的人选了 长老微笑道 十九还小 可塑性很强 由他继承的话 成功率最大 也就是说 还有失败的可能 杨开皱着眉头 长老和穆娜沉默 这个问题显然不好回答 杨开沉着脸 道 这是小小知道吗 长老点头道 此事我已征询过十九的想法 他也同意了 杨开一脸不痛快 道 也就是说 即便我不帮忙 你们也要去闯县门 正是 长老肯定地回道 杨开脸色顿时不好看起来 既然都已经决定了 那还跟自己说个屁啊 虽然石灵木灵两族给他的印象不错 但毕竟没多大的交情 他们想要去送死 杨开也管不着 关键是小小也牵扯到了其中 杨开暗暗想 要不要找个机会把小小炉走跑了算了 省得去掺和这浑水 本章完 第2633章 天意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见杨开脸色不好看 长老与木纳对视一眼 齐齐行礼 恳求道 还请贵客助我 两族一臂之力 杨开侧身让到一旁 淡淡道 两位这是要强人所难啊 长老摇头道 并非如此 我等只是顺应天意罢了 天意 杨开冷笑一声 何来的天意 长老微微一笑 侧开了身子 指着洞壁道 贵客请看 木纳也是一挥手 一道流彩霞光忽然飞射而出 将整个洞壁映照的灯火通明 那流光紧贴着洞壁的某一处 缓缓营绕 而随着光芒的照耀 杨开忽然发现 那洞壁之上 竟浮现出几幅极为古老的图画来 第一幅 一人盘歇而坐 双膝之上放着一块石头 而那人伸出一指 指尖滴出鲜血 往那石头之上滴落 奇怪的是 这画上之人指尖滴出的鲜血 并非烟红之色 而是诡异的金色 杨开看的一阵 还没看透彻 目光便不由自主地 随着那流光的移动 转移到了第二幅上 第二幅画上 那人依然盘歇而坐 只不过 附近却多出一个小巧的身影 勾搂着腰肢 四肢着地 仿若一只猴子一样 蹦蹦跳跳 追逐着飞舞的蝴蝶 两幅图画 都只是用最简单的线条勾勒而出 看得出来极为粗糙 却活灵活现地 将要表达的意思 展露了出来 这是小小跟自己 杨开脑袋一猛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小巧的身影 分明就是小小啊 而那能滴出精血的人影 除了自己 还能是何人 只是 这图画分明已经岁月斑驳 极为古老 最起码也是几百上千年前的东西 怎么会将自己记录在上面 杨开不禁生出一种 极为不真实的感觉 再看第三幅 入目所见 让杨开眼帘不禁一缩 因为在那第三幅画面上 正是自己 与小小并肩作战的场景 小小手持 汉天柱大发神威的形象 入目三分 唯妙唯孝 第四幅 似是在一处通道之中 星光缭绕 空间破碎 小小被吸入空间裂缝之中 只剩下一只手 还露在外面 似乎要抓住什么 这是初入星界 在星光通道中的遭遇啊 第五幅 小小的四周 多出了九个与他一样的石头人 在原始茂密的丛林之中 休养生息 四周飞舞着许多体型更小的木铃 第六幅 最开始在图画上出现的人 找到了那小巧的身影 久别重逢 喜不自禁 篝火通明 众多石灵和木铃 在一旁再歌再舞 与今夜发生的一幕 完全地重合在一起 第七幅 画面上出现了一个 如鲜血般通红 椭圆形的大门 无数千奇百怪的生灵 在这血色大门附近战斗 死伤一片 第八幅 那小巧的身影横空而来 在那人类的帮助下 冲进血色大门内 消失不见 第九幅 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一个血色的大门 除此之外 再无他物 留下了极大的悬念 一共九幅图案 烙印在这树壁之上 虽是简单勾勒 却栩栩如生 阳开看完 心绪百转 好一会才抬头道 这是什么意思 长老道 木林一族 虽然不擅长战斗 但却有许多奇特的能力 上一代木林族长 精通占卜之术 在他临死之前 察觉到我两族 在未来的某一刻 会有灭族之灾 以最后的生命力为代价 补算过一挂 为我两族寻找出路 他所留下的便是这九幅图案 木娜叹息道 一千多年了 我与长老一直在参悟这九幅图案中 所代表的寓意 却一直不得其解 直到十九忽然从外界寻来 让我们印证了第五幅图案上的内容 我们才知道 两族的希望并不在两族之中 而在十九身上 在客人你的身上 杨开嘴角一抽 道 就凭这九幅图案 两位就要拿两族所有人的性命去冒险 长老正色摇头 道 这是天意 这是启示 并非冒险 客人 我们已经等你很久了 杨开一愣 这话今日刚见到长老的时候 就听他说起过 当时他还以为是因为小小的缘故 却不想长老另有他意 树洞内 长老和穆娜目光灼灼地望着杨开 一脸七亿的目光 杨开叹道 就算这是上一代木林族长 以最后的生命留下的启示 也没说 事情一定会成功啊 指着那第九幅图案 杨开道 这里可是什么都没有 穆娜速容道 我相信 上一代大人 不会无地放食 若这是一条绝路 他不会在这里留下启示 他既然留了下来 那给我们指明的便是正确的道路 客人 长老再次开口 还没把话说完 杨开就白手打断了他 此事关系太大 我得想想 两位不用多说了 言罢 也不管这两人什么意思 杨开转身走出了树洞 外面依旧喧闹不已 木林与石林众多族人 欢歌笑语一堂 若曦 被一群木林拉下场 正在偏先起舞 姿势优美 引得一群木林拍手称赞 几个石林更是看得眼珠子都突出来了 小小野人来风一样 在那扭来扭去 只是那模样 实在不敢恭维 杨开没去打扰他们 身形一晃 便回到了小小的树屋内 盘膝坐了下来 眼看着他消失不见 长老微微叹了口气 似乎为没能当场说服杨开 而感到惋惜 木那扭头瞧了瞧那九幅图案 忽然伸手一挥 流光闪耀之时 第九幅图案完全变了样子 血色大门依然存在 只不过多了一个体型巨大的石巨人 屁腻百合 不可一世 肩膀上扛着的漆黑巨棍 彰显了小小的身份 木那道 若是这个样子 他刚才会不会就同意了 长老道 既是启事 自然只会指引道路 不会指引结果 若是这样的话 他恐怕就会起疑心了 他又不是笨蛋 先前那样正好 木那闻言 深以为然的汉手 小手又是一挥 第九幅图案 重新恢复原状 长老重重地叹息一声 道 我们联手起来糊弄他 本就是不该 只是我等已经走投无路 想要成事 必须得得到帮助 自然得给他考虑的机会 木那道 长老所言甚是 两位族长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杨开哪会想到 这两位看起来得高望重的存在 居然会联手欺骗自己 而那树壁上的九幅图案 也仅仅只是木那随手为之罢了 根本就不是什么 上一代木林族长遗留下来的启事 若是知道的话 杨开保证把他们打成猪头 盘西坐在树洞里的杨开 那叫一个纠结 按他的想法 直接带着两族 离开这是非之地 是最好的选择 实在不行 就把小小给带走 可长老一句故土难离 就让他的想法夭折 真要是强行把小小给带走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但这样一弄 就让小小失去了成为圣灵太阅的机会 一面有机会 让小小成为圣灵 一面却面对着巨大的风险 杨开左右为难 还是得看小小自己的意思 天亮时分 两族的欢闹终于停歇了下来 墨灵们纷纷引入丛林之中消失不见 石灵们也各回各地树屋 若曦与小小一起走了回来 见到杨开盘西坐在那里 若曦忍不住吐了吐舌头 昨晚玩得太过忘乎所以 结果先生什么时候不见了 他都不知道 小小过来 杨开冲小小招了招手 小小立刻蹦蹦跳跳地来到他身边 好奇地望着他 不知道杨开有什么事 杨开伸出一手握住了小小的一只手 神念涌动 与他交流起来 好一会 杨开才叹息一声 你真的这样决定了 不出所料 小小确实要进雪门 其中立弊 长老也早已跟他分析清楚 并没有半点强迫的意思 小小直起身子 双拳在胸膛上垂动 一副我很强壮 我什么都不怕的架势 杨开摇头苦笑 沉默了好一会 才开口道 去告诉长老 他的事情我答应了 小小震了一下 显然不知道杨开是什么意思 不过还是很听话的跑了出去 先生 是不是有什么事发生了 若曦见杨开神色不对 不免有些不安的问道 杨开皱了皱眉 还是没有隐瞒 道 石灵和木灵两族 要送小小进雪门 去继承圣灵本源之力 我有些担心 啊 若曦顿时眼嘴惊呼 进雪门 可是那里现在 是啊 很难 我若不帮他们的话 他们肯定没办法突破雪门四周的防御 就算有我帮忙 也不一定能够成功 那先生为什么还要答应 杨开道 进人士 安天命 实在不行带他们逃跑我 还是有点把握的 若曦目光闪了闪 背齿轻咬着红唇 道 那我也要帮忙 杨开瞪了她一眼 道 不行 这次真要去闯雪门的话 局面会很危险 你实力 不够 乖乖待着就好 张若曦一脸委屈的表情 却又不敢违背杨开的意志 只能轻声应道 知道了 杨开瞧了她一眼 柔声道 我从张家把你带出来 就有责任保护你的安全 等你什么时候晋升帝尊了 再参与这样的事也不迟 是 若曦失落的回应 本章完 第2634章 出发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长老书屋内 得到小小通知的石林长老 和木林组长 皆是喜出望外 暗暗觉得 没有白费一番苦心 总算是让杨开答应了两族的请求 两人更是联媚而来 主动来到了小小的书屋内 若曦与小小被平推到了外面 独剩下杨开与两族族长盘息而坐 长老呵呵笑着 明显心情不错 木纳也是面若春风 喜不自禁 只有杨开臭着一张脸 颇有些沙风景 长老 我先声明 帮你们归帮你们 可若事不可为 我会第一时间待小小离开 你们自己就要自求多福了 杨开一脸不爽地说道 自然自然 长老俯着石须 连连点头 若真的是不可为 我等也不会勉强什么 杨开焊手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两位可有什么计划 长老与木纳对视一眼 前者道 冲过去将十九送进血门 这算不算计划 杨开嘴角一抽 怒道 这算个屁的计划 血门如今被四大圣尊监视 但凡有什么风吹草动 巴士齐出 三十二路妖王呼啸而来 你们怎么冲过去 长老略有些尴尬 道 客人你不是精通空间力量吗 带着我们冲过去就是了 杨开眼帘一缩 紧盯着他道 小小告诉你的 他可没在石灵一族面前 展现过空间力量 长老连这个都知道 明显是从小小那里探听到的 木纳道 客人莫要生气 我两族 对你绝无恶意 不会泄露你任何秘密 此事也并非十九主动透露 是十九当年找到我们的时候 长老从他的记忆中 探知到的信息 杨开声音更寒 轻轻冷笑道 那两位 还知道我什么秘密 长老干咳一声道 我们还知道 客人有一个神奇的空间秘宝 可以将我们神不知鬼不觉的一起戴上 杨开不禁翻了个白眼 杀人灭口都有了 不过这么一弄 他倒是明白这两族为何一定要找自己帮忙了 甚至在此之前 连自己是什么实力都不打听一下 自己有玄界珠 又精通空间力量 确实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 将他们一起带到血门前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拥有的优势 找谁帮忙 都不如找自己帮忙来的辩解 长老道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我两族族人 先躲藏在那空间秘宝中 然后由客人拾施展空间神通 将我们带到血门前 剩下的是客人就无需多虑了 只要能靠近血门 我们自有办法 将十九送进血门中 杨开眯眼道 据我所知 血门是蛮荒谷地的两大静置之一 平日离谷地生灵连靠近都无法做到 更不要说进入其中了 你们有什么办法 穆娜鸣嘴一笑 老 平时是平时 如今血门有了异动 那静置之力已经松动许多了 靠近血门不是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如何破开血门封印 长老傲然道 一粒详实惠 我十零一族其出 什么封印都能给他轰碎了 杨开脸色难看到 你们这是想用蛮力 长老挑眉道 有何不妥 杨开一巴掌护在自己脸上 扭头望着穆娜道 族长 十零一族脑袋不灵光 这么胡来也就算了 你怎么也跟着起哄啊 穆娜苦笑道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杨开无语 意识到这两族压根就没有什么好的计划 纯粹就是赶鸭子上架 被四大圣尊的通牒逼迫的没办法了 这才冒险一事 若真能让小小继承太阅之力 成为上古圣灵 那么他 自然就可以在四大圣尊的眼皮子底下 庇护住两族 一句话 两族这是不成功变成人 漠然了一会儿 杨开道 或许 我可以试试看 能不能撕裂泄门的封印 雪门内既然封印了圣灵宫 那么里面必定是一片小天地 我的空间神通 或许能撕裂那小天地的界面之力 长老一听 顿时搓手道 有客人出手 那自然最好不过 不过若是不行 还是得用蛮力 长老一直给杨开一种睿智的感觉 可现在看来 石灵到底还是石灵 即便活得够久 脑袋瓜子也不是很灵光 比较崇尚暴力解决问题 真是难为木林一族 能与他们生活了这么久啊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杨开望着两人问道 事不宜迟 早晚都要去的 老朽的意思是明早就动身 长老肃容道 木娜微微汗手 显然也是这个意思 杨开叹道 行吧 两位回去让族人准备一下 明早 启程 长老和木娜 当即告辞离开 显然是回头通知自己的族人去了 杨开依然盘膝 坐在树屋内 两族的这个行动 可以说是冒险至极 说实话 杨开并不看好 失败的可能性极大 他现在需要考虑的是 如何增加安全系数 提升成功率 毕竟是要在古第四大圣尊的眼皮子底下行事 一旦惹得那四个圣灵出手阻拦 到时候 就算杨开有空间神通 也不一定能够安全脱身 或许 谢无畏可以帮一点忙 一夜时间 杨开都在苦思冥想 天明时分 外面传来了一阵整齐的脚步声 杨开睁眼 神念扫过 立刻察觉到 十灵一族已经全体出动了 不但是十灵一族 就连木灵一族 也跑出来一百多个族人 在木娜的带领下 飞舞在十灵一族的头顶上 如今已是溅在弦上 不得不发 杨开叹息一声 起身走了出来 见到杨开出现 两族族长都神色一素 长老道 客人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杨开望着木娜 皱眉道 木灵一族也要去 昨日 虽然木娜与长老一起 在跟他商议事 但他还真没想到 木灵一族也会清朝进出 此一去 凶险万分 不擅长 战斗的木灵一族 能做什么 一旦被卷入战斗之中 随便来个妖王 都能将他们屠露一空 长老微笑道 木灵们 与我十灵一族同期同生 他们虽然 不会直接参与战斗 但还是会帮上大忙的 客人不必担心 杨开皱了皱眉 也没去多问 漢手道 既如此 那就随你们了 转头瞧了瞧 杨开胡一道 若曦呢 他居然没找到张若曦 昨天他一直在树屋内静坐 苦思冥想 也没与若曦照面 还以为他一直在外面 可直到现在才发现 若曦居然不见了 长老与木那对视一眼 各自回头问自己的族人 道 见到那个小姑娘了吗 没人回答 不说稀少的石灵 就连那一百多木灵 也不知道若曦的踪影 杨开脸色一变 神念如潮水一般 疯狂朝四周扩散 一下子覆盖了方圆几千里的范围 可神念笼罩之处 根本没有若曦的气息 这让他又惊又怒 一个大活人 怎么会平白无故的消失了 十九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长老忽然沉声问道 杨开扭头望去 只见小小站在那里 一脸局促不安的样子 不断地抓耳挠腮 眼神飘忽不定 杨开心中一动 望着他道 小小 若曦去哪了 见躲不过 小小立刻垂头丧气起来 口中呜呜了几声 杨开脸色大变 抬头朝血门所在的方向望去 咬牙道 这丫头 穆娜也眼嘴失声道 她竟先行出发去雪门附近了 杨开怒道 定是我昨日阻止她参与这一次的行动 才让她这么擅自行动 等下抓到了屁股打烂 简直气坏了 若曦一向乖巧听话 却不想这一次居然敢瞒着自己 偷偷跑了 这还了得 杨开又一抬手 敲了小小一下 怒道 你既然知道 为何早点不告诉我 小小捂着脑袋 一脸委屈的呜呜两声 现在说 这些也没用了 客人最好尽快找到她 血门附近 如今妖族密布 若是让她落入妖族之手 事情就麻烦了 长老劝说道 杨开何尝不知这个道理 只能压下心中的急躁 开口道 都放松身心 不要抵抗 待会进去看到什么 也不要大惊小怪 说完之后 杨开伸手朝两族盖去 空间法则涌动之下 玄界柱的借口打开 将两族族人 纷纷收进小玄界内 早已得到杨开通知的法身 笑眯眯地坐在那里 迎接两族族人的到来 长老说过 十灵一族天生不过十 过十必妖 也不知道 等会他们看到法身 会是个什么表情 杨开懒得理会 更没有心思 去跟他们解释法身的特殊 将两族所有族人 都收进小玄界之后 她当即一转身 身形晃动之下 急速朝雪门所在之地 迟去 沿路所过 杨开不断地放出神念查探 期望能够找到 张若曦的踪影 不过这丫头提前了一天出发 若是全速前进的话 说不定已经到了雪门附近 路上自然不可能有什么踪迹 事实也确实如此 此刻的张若曦 已经到了雪门之外三百里 这一路小心翼翼地过来 虽说有几层运气成分 倒也没遇到太大的波折 只不过到了这里 她也不敢再前进了 实在是前方的妖族数量太多 一个个都不加隐藏 气息外露 她若敢随意现身 肯定会被发现的 本章完 第2635章 四陵奇句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此时此刻 若曦就藏身在一棵大树的树棺之上 竭力收敛气息 她如今虽然也算实力不错 但绝对不想在这种地方 惹上什么麻烦 自然是以躲藏为主 静待阳开的到来 只要等到先生到来 与妖族发生冲突 她再冲出去 助先生一臂之力 想必到时候 先生也不会责怪她 她是真的 只想出典礼而已 并不愿意有危险 就就被阳开收进小玄界内枯燥等待 那样会显得自己很没用 一对对巡逻的小妖 从附近走过 并没有发现张若曦的踪迹 这让她暗自庆幸不已 又平添了许多信心 她还是头一次进行这么危险的事 自然紧张的不行 好在这些年 跟着阳开走南闯北 也不算毫无收获 经历过不少风浪的 纵然紧张 倒也还能勉强保持现状 时间一点点地流逝 又有一对巡逻的妖族 从前方行来 这些妖族都警惕无比 四下打量 似乎是在寻找什么可疑的踪迹 眼看着这群妖族 从树下走过即将远处 其中一个妖族 忽然顿住了身形 鼻翼轻轻耸动起来 不断地在空气中嗅着什么 怎么了 另外一个妖族望着她 狐疑问道 那妖族不答 又嗅了好一会 才忽然挑眉到 有人类的气息 此言一出 若曦脸色大变 心知这下糟了 自己恐怕是暴露了什么 一旦被这群妖族 确定了自己的行踪 自己怕是插翅也难飞 她现在只期望 这妖族只是怀疑 并不能肯定 这样的话 或许还能逃过一截 可希望很快落空 那妖族又秀了一会儿之后 居然霍地抬头 朝树棺上看来 虽然隔着厚厚的树叶 彼此的视线并没有碰撞在一起 但张若曦依然心跳强烈 知道此地已经无法再隐藏下去了 就在她打定注意 准备从这里逃离的时候 旁边忽然出现一个脏兮兮的脑袋 披头散发 倒挂在她面前 呲牙咧嘴地笑望着她 若曦吓了一跳 险些惊呼出声 不过在看清楚 这棚头垢面的人 到底是谁之后 又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不敢让自己发生任何声响 只是瞪大一双美眸 望着那脏兮兮的面孔 一只手朝张若曦抓来 一把抓住了她 紧接着身形一晃 鬼魅般地消失在原地 刷 一个妖族窜上了树棺 左右观望了一阵 却是没有任何发现 让她不禁挠了脑脑袋 一脸狐疑 上面什么情况 下方等待的妖族开口问道 什么都没有 观望的妖族回了一声 又跳了下来 善笑一声 道 或许是错觉 一群妖族一脸不悦地望着她 责怪她有些草木皆兵 这才继续朝前方行去 另外一棵大树的树棺之上 张若曦眼瞅着这群妖族渐行渐远 这才重重地呼了口气 刚才那一瞬间 她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差点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好在关键时刻有贵人出手相助 她连忙扭头 朝一旁望去 就在她身边 冰心谷老三傻笑地瞧着她 凑近了看 若曦才发现 这位女子应该有着绝美的容颜 只是如今神智受损 不休蝙蝠 常年在谷地内生活 让那容颜完全被沉够掩盖 让人不免有些叹息 三前辈 你怎么会在这里 若曦也不知道 眼前这人到底叫什么名字 毕竟连杨开都不知道 只能这么含糊地称呼一声 老三嘻嘻笑着 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懂若曦的问话 反正没有要回答的意思 反而如那妖族一样不断地嗅着 脏脏的鼻子都快贴到若曦身上了 似乎觉得 若曦身上的味道很好闻 一边嗅还一边露出陶醉的神色 若曦被嗅得很不自在 只感觉身上洋洋的 连忙伸出 手挡在面前 隔开了老三继续的意图 口上道 三前辈 别闹啊 会被那些妖族发现的 老三被他推开 顿时撅起了嘴巴 一脸不乐意 看他这副模样 若曦又有些于心不忍 好好一个漂亮女子 更有帝尊两层镜的强大修为 放在外面 绝对是让无数男子 仰慕追求如天仙般的人 可如今居然弄得这么人不人鬼不鬼的 也不知道他师父冰云前辈知道了 会不会心疼 好了 三前辈 我有事要做的 你乖一点 张若曦伸出手 握住了老三的两只脏爪子 丝毫没有嫌弃的意思 一边轻拍着 一边柔声道 我在这里等先生 先生你知道吗 就是上次给你果子吃的那个人 先生一直在找你呢 你不要乱跑了 跟我一起在这里等他好不好 老三瞧了张若曦一阵 忽然蒙点头 若曦笑道 你能听懂啊 老三一个虎扑 一把抱住了若曦 三前辈喘不过气了 若曦脸色胀红 那紧勒住他的力道 更是让他呼吸困难 偏偏自己实力美老三高 想摆脱都有心无力 雪门方圆十里外 正如木娜先前所说的那样 雪门一变之后 这附近的莫名力量 似乎也随之消失了 往常时候 雪门附近压根不能靠近 即便是最强大的妖王 一旦靠近 也会被那神秘的力量化为浓水 生死到消 可是现在 四面八方不断地涌出一些实力低微的妖族 赤红了双眸 仿佛都失去了神志一样 朝雪门冲去 欲要冲进雪门内 血脉吸引 谢无谓之前 提过这个说法 雪门一变之后 圣灵宫的圣灵本源的气息透露了出来 这对任何一个古地生灵 都有极大的诱惑力 那些实力不高的妖族 便被诱惑而来 逐渐失去理智 不要命地往雪门冲去 可这些妖族 注定无法冲进十里之内 因为此时此刻 八道身影正不断地在雪门四周穿梭游走 一旦发现有妄图 靠近雪门的妖族 便毫不犹豫地出手斩杀 此八妖便是四大圣尊座下的左右圣使 一时间 雪门十里之外 尸横遍野 血气冲天 短短几天时间 也不知道有多少古地生灵 死在这八位圣使手下 却依然无法遏制 无数妖族冲来的举动 又五十里外 一座高峰之上 有一旦亭 十亭内 四道身影 或坐或站 十亭外 一些妖族恭敬守护 不时望向四人的目光 都充满了敬畏之色 这四道身影 正是蛮荒谷地的四大圣尊 雪门之变 事关重大 便是他们四位 也不得不亲自出洞 前来查探情况 坐镇附近 以防不测 左边一道身影 为一中年男子 身穿紫色锦袍 头戴华冠 看起来与一般人类 并无区别 但其面相却是不怒自威 双眸如电 令人望之一眼 便心中生寒 此人乃东方 圣尊范无 右边一道身影 瞧起来 竟是与石灵有些相似 都有着岩石一般的身躯 肌肤如石窥 只是与石灵的温厚不同 这身影给人的感觉极为凶利 浑身上下满是十次 就连面相 也是凶神恶煞 一股力气犹如十字般萦绕在他的身上 两只眼睛更如火焰一般燃烧跳动 似要责人而逝 北方圣尊 石火 星界之中 其他三域或许没有听过石火的大名 但对于东域武者来说 石火之名 却是如雷贯耳 无他 三万年前 东域一个顶尖宗门玄武宗 便是被石火灭门 门中几万弟子 几乎屠露一空 惨暗之后 幽魂大帝震怒 曾亲自出手擒拿石火 却还是被石火逃遁进了蛮荒谷地 能在大帝亲自出手下 还安然逃脱 可见石火的实力之强 封灵城中 秦朝阳的祖先便是玄武宗的弟子 那帝宝百万件便是其先祖的配件 当年秦朝阳传授给阳开的玄武七节大阵 也同样是玄武宗的不传之秘 玄武宗列门之后 秦家先祖流落到了南域 定居在了封灵城 不久之后便因伤势过重而亡 这一带带传下来 家道已经中落 石亭中央 一张石桌之上 一壶相鸣 热气腾腾 一个妇人打扮的女子坐在桌边 肌肤如雪 眉目如画 身段妖娆 美眸妩媚 一头如铺青丝散于脑后 直垂挺巧的臀部 容颜堪称绝色 美妇伸出谦谦柔仪 给自己满了一杯香茗 静静品尝 南方圣尊 鸾缝 若不知她的底细 只怕谁也不敢相信 这样妇人妇 竟是有着远古传承的顶尖圣灵 胆敢招惹她的人 都已经被蔑视黑炎焚烧殆尽 最后一道身影 目光阴致 一看就是极为不好惹的那种 她坐在鸾缝面前的石凳之上 纹丝不动 仿若一尊化石 目光有意无意的 总是往鸾缝身上的美妙之处望去 可又不敢太过放肆 搞得有些鬼鬼祟祟 鸾缝清领茶水 朱唇清起 淡淡道 苍狗 在乱描 信不信本宫挖了你眼珠子 被换作苍狗的男子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忌惮 却只能善笑到 凤夫人何必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本作对你的情谊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鸾缝眼帘不抬 声音依旧淡漠 本宫只知道 你这人 让人很讨厌 本章完 第2636章 真不是假的 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若是旁人敢说苍狗讨厌 他早已冲上去 撕了对方 但面前这人却有这资格说 且不说 苍狗本就极其喜欢对方 但是实力 也比不过鸾缝 圣灵之间 也有实力高低不同 远古时期 甚至有一个圣灵牌位榜 在那榜单之上 龙凤居首 傲视群雄 排在末尾的圣灵 与这两大圣灵相比 实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鸾缝乃是凤族的一只 虽然无法与先祖的实力相提并论 却极其了得 尤其是那灭世黑炎 极为难缠 古第四大圣尊之中 若非要分个高下出来 鸾缝绝对能排在第一 这一点是 其他三位圣尊无法否认的 只不过这四位常年生活在蛮荒谷地 若无必要 也不会大打出手 鸾缝虽然厉害一些 可真要是生死之战 其他三位也都不是吃素的 即便不能拉他同归于尽 也足以将他重创 四大圣尊 在谷地之中 勉强维持一个 互相制约平衡的状态 被鸾缝狠狠鄙鄙视一下之后 苍狗不免有些恼羞成怒 不服气道 眼睛长在本座身上 本座想看哪就看啊 鸾缝手上动作一顿 微微抬起眼帘来 美眸声寒 盯着苍狗瞧了一阵 忽然一张弹口 往他那边吹了一口气 一缕漆黑的火焰默然生出 如灵蛇一般朝苍狗袭去 灭是黑炎 苍狗脸色大变 意识到自己有些顽脱了 鸾缝居然真的对他出手 仓促之间急忙后退 同时双手猛地朝前拍去 一拍之下 虚空震碎 整个石亭都哗啦一下化为激粉 几道身影依次从中窜出 淋漓半空之中 你们两个搞什么 饭屋冷着一张脸 扫过苍狗和鸾缝 冷喝道 怎么你们每次见面都要这样 鸾缝辅了一下肩膀上的秀发 风情万种 淡淡道 是他每次都来招惹本宫 苍狗气节 怒道 只不过瞧你几眼而已 又不会掉块肉 你不要痛下杀手 真当本座是好欺负的 鸾缝冷眼瞧着他 道 是不会掉块肉 只是你那眼神让人很不舒服 本宫不舒服 自然就要出手 苍狗道 好好好 本座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既然你这么瞧不起本座 那今日便分个高下出来 好啊 鸾缝身子一转 一副求之不得的样子 冷笑道 本宫想杀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既然你主动求死 那本宫成全你又何妨 你们两个 饭屋的脸上一片寒霜 咬牙喝道 闹够了没有 他在四人当中似乎有些微信 所以此言一出 无论是苍狗还是鸾缝 竟都不再说话 只是各自扭过头 冷哼一声 如此多事之秋 你二人不同心协力也就罢了 竟还内讧 饭屋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叫底下人看了 笑话很好玩吗 一番话训的苍狗和鸾缝两人都表情善善 撇嘴不断 那十亭四周 一群守护在此的妖族 果然都瞪大眼睛 朝这边望来 似乎还不明白 为何高高在上的圣尊们 竟然一言不合 就大打出手了 还有你 饭屋扭头望向石火 关我什么事 石火摇头晃脑 一脸无辜的表情 每次都只知道看热闹 你不知道拦他们一把 饭屋冷哼道 石火一脸不爽的嘀咕道 他们打他们的 我看我的 两不相干 饭屋眼角抽出了几下 一脸无奈的表情 好一会 才心情平复下来 开口道 血门一变 血脉吸引之下 谷地生灵皆有异动 若非我四人亲自坐镇此地 底下那些妖王们 只怕都已再尝试进入血门了 诸位都传承了祖上的本源之力和记忆 应该知道 那血门之内有什么秘密 当年那人手持一柄天行剑 斩尽天下圣灵 我等祖上侥幸才逃过一劫 你们也不希望 那人威风再现 我等狼狈逃命吧 听他说起那人 其他三位圣尊 都不经脸色微变 古地之中 即便是那三十二路妖王 大多数都不清楚血门内的秘密 可他们四人不同 四人 传承了祖上的本源之力 和来自远古的记忆 清楚地知道 血门之内 到底封印了什么 那里不但有无数圣灵的本源之力 更有让天下圣灵闻风丧胆的天行剑 若被人冲破血门封印 让此剑出世 这天下之大 只怕再无圣灵藏身之地 他们四位也必定要首先遭殃 正因为姿势体大 所以他们四位才会亲自出动 坐镇这里 命手下三十二路妖王守护四周 不让任何圣灵靠近血门 就怕血门封印被迫 让天行剑重现人间 剑三人间末 饭无微微汗手 您声道 只要我四人一心同体 就算手下那些妖王们有心 也不敢擅闯血门尽地 撑过这段日子 便可高枕无忧了 可你们若是真的动起手来 下面的妖王必定大乱 届时血门一旦有变 谁能负得起责任 一番话说的有理有据 其他三位圣尊也都纷纷汗手 苍狗与鸾凤也各自收敛了敌意 知道现在实在不是内讧的时候 血门之外三十里 谢无微正带着自己手下一群妖将们 分散在一块区域 阻拦那些企图进入 血门禁地的古地生灵 目光时不时地朝某个方向望去 那边正是四位圣尊齐聚之地 他端坐在一张太师椅上 时不时地冷笑几声 四大圣尊齐聚雪门附近 他自然知道是因为什么 这四位大人明显是不放心手下的妖王嘛 生怕这些妖王也抵挡不住血门禁地的诱惑 所以才会亲自监视着这边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若非那四位就在附近 只怕谢无微已经出手去破解血门封印了 以他的本事 修炼到至今已经到了极限程度 此生再也不可能有成长的空间 这对于一个向往力量的妖族来说 无疑是极为痛苦的折磨 血门出现一变 让他看到了希望 他分明能察觉到 血门内有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正引动自己血脉的共鸣 那绝对是能让他得心生 凡祖脉 化圣灵的力量 一旦让他得到这个力量 那他便可以成为 与那四位圣尊平起平坐的存在 再也无需听从别人的号令 可惜 他没有这个机会 甚至连靠近血门都不能 在那四位的监视下 他相信 还不等自己靠近血门 就会被轰杀成渣子 重重的叹息一声 谢无畏一巴掌拍碎了椅子的扶手 满心不甘 如此良机 如果错失 实在可惜 就在这时 他忽然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扭头朝另外一个方向望去 心中猛的一跳 皱眉思索了一会儿 他湿湿然的站了起来 跟随在旁 那个叫鼠玉的妖族强者见此 忍不住问道 大人要去何处? 无聊去走走 你们继续监视 有妄图闯过去的 杀无赦 谢无畏背负着双手 淡淡吩咐一声 是 鼠玉抱拳应道 目送谢无畏离开 待离开了手下 这群妖族的视线 谢无畏才身形一晃 消失在丛林之中 片刻后 他忽然鬼鬼祟祟的出现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之上 左右观望了一阵 一脸狐疑的表情 就在他一头雾水的时候 身边忽然人影一闪 凭空冒出一个人来 谢无畏大惊 一身腰圆滚滚而动 仓促间必要出手 妖王 是我 熟悉的声音传来 让谢无畏一身实力硬生生憋了回去 杨少 谢无畏左右瞧了瞧 一脸惊奇的表情 你从哪里过来的 凭他堪比帝尊三层静强者的修为 竟没能察觉到杨开的行踪 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 杨开微微一笑 也没去回答他的问题 只是开口道 妖王 有件事要你帮个忙 谢无畏顿时一脸警惕地望着他 忐忑道 什么事 杨开冲他招了招手 谢无畏一脸腻味 却还是不得不凑了上去 杨开轻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谢无畏当即脸色大变 亥然道 你让我把这消息通知几位圣尊 是不是要我去送死吗 虽然是杨开的魂奴 但这种送死的事 谢无畏哪里愿意去干 心中又惊又怒 杨开奇道 怎么就是送死了 谢无畏冷哼道 这消息一听就知道是假的 几位圣尊又不是白痴 岂能查探不出来 一旦让他们察觉 本王哪有生还之理 说话间 只把脑袋摇成了波浪鼓 本王不去 打死我也不去 与其死在几位暴怒的圣尊手上 还不如死在你手上 你动手好了 杨开失笑道 谁跟你讲这消息是假的了 谢无畏斜眼望来 撇嘴道 你莫要欺骗本王 那口中的事 整个古地的生灵都知道 早在几万年前 就已经被你们人类一个强者 收走了 怎会无缘无故 又出现在古地中 杨开素然道 这口中的事 还真不是假的 谢无畏神色一震 惊道 本王只是个妖族 没你们人类那么多花花肠子 你可别骗我 杨开咧嘴一笑 伸手拍了拍妖王的肩膀 道 我骗你做什么 你只需要将这个消息 透露给那几个圣尊 保证你没事 停电一天 在咖啡厅马自上船 好累啊 这环境 本章完 第2637章 吊虎离山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可是 那口中 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回来了 谢无畏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忽然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瞪眼道 难不成你 杨开微笑汗手 不错 那口中现在属于我 我已经将他藏在那个地方 谢无畏骇然抬头 眼中满是震惊之色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妖王 这个小猫你不会不帮吧 杨开又沉下了脸 你可别忘了 你的魂印还捏在本少手上 谢无畏皱眉道 你要本王将这个消息透露给四位圣尊 到底所欲何为 那是本少的事 你无需多问 杨开冷哼一声 谢无畏对他的推脱置之不理 自顾地道 你这是想将四位圣尊引开 难道你要进血门 你不是人族吗 血门是古地生灵的禁地 那里也只有古地生灵 才能生出血脉吸引 杨开一个人族 想进血门做什么 谢无畏怎么也想不通 管那么多干什么 杨开不耐地推了他一把 将他转个身 拍着他的背道 速速去办事要紧 谢无畏不走 回过头来 双眸冒着金光 好 杨少女 若是想进血门的话 到时候得算我一个 你也想进血门 杨开愕然地瞧了他一眼 很快心头了然 知道谢无畏也想去取得那圣灵之礼 谢无畏哼道 若非那四位坐镇在附近 本王早就冲过去了 岂会等到现在 杨开呵呵一笑 汉手道 好啊 那就看你到时候 有没有那个机缘了 谢无畏当即精神一震 身形晃动 便从阳开的眼前消失不见 那破损的石亭处 四位圣尊并尖而立 遥遥望向血门所在之地 目光凝重 便在这时 下面忽然有一位妖将 急匆匆地冲了过来 抬头抱拳道 见过几位大人 范无垂眼朝下方瞧了瞧 冷冷道 何事 那妖将道 回大人 谢无畏谢妖王 有要事求见 谢无畏 范无皱了皱眉 谢无畏他自然知道 正是他手下八路 妖王之一 有头脑 实力强 算得上是最顶尖的 妖王之一 这个时候 他跑来见自己做什么 范无一挥手道 叫他过来 是 那妖将 一声 连忙退去 不大一会儿 谢无畏便跟在他身后 重回此地 即便是 身为妖王 在面见这四位圣尊之时 谢无畏 还是感觉压力如山 尤其是 他与阳开密谋之事 非同小可 一旦被圣尊察觉 恐怕立刻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不免有些紧张 深吸一口气 谢无畏抱拳道 见过几位大人 除了范无瞧了他眼之外 剩下三圣尊 压根就没理会他 毕竟谢无畏是范无手下的妖王 与他们没什么关系 什么事 范无淡淡地问了一声 谢无畏抬头看了看他 一副事关重大 欲言又止的样子 这副模样 倒是引起了其他三位圣尊的好奇心 都纷纷扭头望来 范无道 有事但说无妨 几位圣尊也都不是外人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谢无畏心中暗喜 表面不动声色 再次抱拳道 回大人 属下手下一妖将 之前在距离此地三千里外的一个山谷中 无意间发现了一口钟 一口钟 什么钟这么大惊小怪 范无皱着眉头问道 谢无畏道 据那妖将描述 再加上属下自身的推测 那中很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山河中 什么 范无大惊 其他三位圣尊也都一瞬间谋爆金光 震惊地朝他望来 煞时间 谢无畏身子一矮 只感觉身上似乎压下了一座座大山 让他几乎喘不过气 你能确定 那是山河中 鸾凤第一个忍不住 立声问道 谢无畏艰辛道 八成的可能 因为属下的那个手下说 那口中散发着极其浓郁的蛮荒之力 而且似有镇压天地之气象 他也只是摇摇地看了一眼 不敢靠近 便匆匆回来禀报了 镇压天地之气象 蛮荒之力 苍狗激动的嘴唇直哆嗦 必定是山河中无疑了 那口中具体在哪 范无将他的激动瞧在眼中 淡淡道 这就奇怪了 山河中当年 被圆顶从谷地盗走 几万年来不见踪影 传言这洪荒一宝 早已随着圆顶的陨落 遗逝在了穗星海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 重新出现在谷地 而且是在这个时候 他无疑已经起了疑心 所以 尽管那山河中 对他也有大用 可还是忍不住打探清楚 鸾凤文言 美眸中也是一色一闪 微微汗手道 这个时间点 确实有些古怪 石火眼珠子转了转 恍然道 几位是怀疑 有人想要调虎离山 范无冷哼一声 一脸冰寒地望着谢无畏 道 无畏 本座向来带你不薄 你可知道欺骗本座是什么下场 谢无畏浑身一僵 在那莫大的压力之下 头都抬不起来 只能沉声道 大人带属下有知欲之恩 属下自然不敢忘怀 只是此事确实属实 属下不敢有任何隐瞒 至于那口中 属下听闻 前几年人类那边的穗星海 刚好开启了 是不是有人从穗星海中 将山河中带了出来 此言一出 倒让范无露出若有所思之色 穗星海的是他自然也知道 谢无畏这话 倒也有些依据 到底是不是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左右不过几千里的路 苍狗一副迫不及待的架势 在一旁催促起来 看 自然是要去看 只是谁留在这里继续看守 范无瞧了几人一眼 鸾凤鸣嘴一笑 道 本宫没见过什么世面 去开开眼界 苍狗正色道 我也去瞧瞧 范无将目光转向石火 石火老大不乐意 哼哼道 看我干什么 我也要去 反正你们都走了 我是不会独自留下来的 范无叹息一声 知道这三位是指望不上了 山河中无缘无故 在这个时候出现 而且还在几千里之外 由不得他不猜测 是不是有人 想要吊虎离山 可这中四大圣尊都想要 都怕被别人得到 留谁在这里都不合适 叹了口气 道 那边都去瞧瞧吧 不过山河中这种洪荒一宝 可不是谁都能收服的 大家 各凭机缘 尽管觉得有些不妥 可山河中的诱惑实在太大 更何况 此地还有三十二路妖王 与八大圣使镇守 短时间内 应该出不了什么问题 站在下方忐忑不安的 谢无卫一听 顿时心中一喜 直到大势可期 这四位一旦走了 杨开那边行事就方便多了 只是他也不知道 杨开到底有什么依仗 竟有信心 能在那么多妖族强者面前 破解血门封印 那可是将近四十位帝尊三层进强者啊 联合在一块 便是大地也要避让三分 还不等他品尝这份喜悦 范无忽然冲他一招手道 无卫 你前头带路 谢无卫面色一苦 又不敢反抗 只能乖乖的前头带路去了 流光闪烁之时 谢无卫已经领着四位圣尊 消失在原地 远处丛林中 隐匿了自身气息的杨开炎 瞅着几位圣尊离开 这才呼出一口气 有着四大圣灵坐镇在这里 他还真不敢轻举妄动 好在如今最大的威胁已除 剩下的那些妖王和圣史虽然强大 却还没到让人绝望的程度 静静地在原地等候了一会儿 确定四位圣尊已经远离 杨开这才放出神念 与法身沟通了一下 小玄界内 盘西坐在原地的法身 忽然睁开一双眼睛 陈鹤道 都准备了 一群等待已久的石灵和木灵 纷纷神色一素 就连小小都取出了汉天柱 抗在肩头上 威风凛凛 每个人都知道 接下来等待他们的 将是殊死一战 不成功变成人 一种肃杀的气氛忽然弥漫开来 让整个小玄界的天地 都变得凝重不少 高耸的山峰之上 光秃秃一片 只有一道椭圆形的 血色光门毅立的原地 血门 蛮荒谷地两大禁地之一 能让谷地生灵 得到新生之所 一道道身影 在血门附近游易穿梭 巡视不断 每一道身影的气息 都雄浑凝厚 腰圆滚滚 看起来极为不好惹 这些人 正是四大圣尊座下的左右圣使 总共有八人 他们是四大圣尊最信任的手下 自然被安排在最内侧巡视 就是为了防备那些 妖王阳凤英伟 可是 血门 对这八位圣使也有巨大的诱惑力 这是来自血脉的吸引 并非忠诚所能掩盖的 这八位圣使在不断地来回巡视中 也时不时地朝血门瞧上几眼 一双双眸子中满是异动之色 只不过有其他人在场 他们尽管心动 也不敢擅闯血门 这种是极为痛苦和折磨 就好像明明饿得要死 面前也有美味可口的大餐 偏偏只能看不能吃一样 好在八位圣使都实力不俗 倒也勉强能压制地住心中的蠢蠢欲动 嗯 便在这时 一个巡逻到附近的圣使身形一顿 朝血门所在之地瞧了一眼 眉头紧皱了起来 他隐隐觉得 血门那边似乎有些不太正常的能量波动传递出来 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事情 本章完 第2638章 睁一眼闭一眼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还不等那位圣使查探明白 只见那边的空间居然一阵扭曲 一道挺拔的身影凭空出现 此圣使大惊失色 自己等八人明明封锁了方圆十里范围 莫说是人 便是一只蚊子都不可能飞进来 外五十里 还有三十二路妖王阵守 层层拦截之下 怎么还有个人跑进来了 而且看那气息 居然还是个人类 这还了得 这位圣使又惊又怒 仓促之间大喝道 何妨小贼 竟敢擅闯禁地 给我拿命来 化落之时 他以身形如虹 裹着滚滚妖气 朝阳开扑了过去 身在半空之中 一掌拍下 这一击乃是帝尊三层进强者 寒怒一击 威力自然非比寻常 阳开站在原地 只感觉浑身骨头都咔嚓嚓作响 头一次切实地领教了帝尊三层进强者的恐怖实力 他倒也不慌 只是冷眼望着那妖族扑来的身影 待到差不多的时候 才忽然一挥手 刷刷刷 宛若天降神兵 以石灵长老为首 石灵一族震撼登场 不过却没有木林一族的踪影 那上百个木林族人 也不知道跑什么地方去了 这让阳开一脸狐疑 吼 怒吼之声 煞世间震天动地 小小一步跃出 只有半人高的身子忽然变大 伴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炸响声 骤然化作一个身高三丈的十巨人 一身十字盔甲 色泽浑厚 看起来固若金汤 似能防备住毁天灭地般的攻击 他抗在肩膀上的汉天柱 也同时变长变粗 迎着那飞来的妖族圣使 就是一棍子扫出去 风雷之音乍起 这一棍之威 竟卷动天地之势 那飞扑而来的妖族圣使 瞬间凌乱了 之前见到阳开一人 他毫不犹豫地扑来 欲要斩杀阳开 以除后患 乃晓得一眨眼的功夫 眼前就忽然出现了这么多石头人 根本没有给他反应的时候 小小那一棍子便已砸了过来 这妖族圣使倒也了得 仓促之时急忙顿住身子 一身妖圆佩然而出 化作一层防护抵挡在体外 双臂交错 横在胸前 轰 汉天柱砸下 那妖族圣使只觉得 一股超出想象的力量迎面扑来 砸得他腰圆破碎 双臂骨裂 身形不受控制的 仰面倒飞出去 身在半空中 还喷出一口鲜血 一直飞出几百丈 才堪堪稳住身形 石灵一族的恐怖力量 就是这么狂霸 即便是堪比帝尊三层镜的妖族圣使 正面吃上一下 也绝对不好受 石? 灵? 那妖族圣使一双眼珠子瞬间赤红 虽然吃了一个闷亏 却也只是受了点小伤而已 并无大碍 反而刺激得他杀鸡腾腾 刷刷刷 一道道听到动静的身影 从四面八方飞来 立于那妖族圣使两侧 加上先前那妖族圣使在内 总共八人 正是四大圣尊身边的八使 这八位妖族强者 无疑都是认识石灵一族的 毕竟先前四大圣尊 欲要收服石灵一族的时候 也都是他们在中间传递讯息 彼此之间打不过不止一次照面 其中一个生的虎背熊腰的圣使 瞧了瞧前方 眼帘一瞇 冷亨道 长老 而等异域何为? 石灵一族立于血门附近 长老居首 拐杖一处 翁声道 我族未来在此 你说老朽异域何为? 那圣使目光一寒 沉声道 长老 莫要自悟 惹怒了四位圣尊 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 石灵一族成员携手 你也不希望就此灭族吧 长老呵呵一笑 伸手俯了下石须 我族族人秉承天地弃运而生 想要灭我族人 除非天地意志降临 其他人怕是没这个本事 另外一位圣使顿时咬牙道 我等奉命看守此地 不得让任何人靠近 长老这是要为难我等 长老淡淡道 谈不上为难 几位若能睁一眼闭一眼 我石灵一族必定感恩在心 痴心妄想 先前受伤的 那圣使怒喝一声 擅闯泄门禁地 今日你们必死无疑 长老悠悠一叹 道 血门一变 正是古地生灵 重现祖上辉煌的大好良机 只要能破了血门封印 进了血门之内 便有机会获取圣灵本源 你们八位常年跟随在四大圣尊身边 想必对血门之秘也有所了解 与其与我族在此地生死残杀 不如大家联手 共享血门内的本源之力 岂不妙再 还真不知道 长老也如此能说会道 今日本座长见识了 那受伤的 圣使冷哼一声 一脸野鱼的表情 长老道 今日我十灵一族清朝进出 血门之密 志在必得 胆足我足未来者 杀无赦 八位大人仔细考虑清楚 一言出 八十脸色齐变 以前与长老接触的时候 只感觉这老家伙年纪老迈 说个话都费事得很 让人不放在眼中 可今日却表现得如此强硬 一副杀鸡腾腾的样子 实在让人意外 那魁梧圣使叹息一声 道 长老执意如此 我等怕是只能得罪了 十灵一族的实力 实在没人敢小觑 真要与这些实巨人打起来 他们也没有获胜的把握 说话间 先前被小小夯了一棍子 受了点小伤的圣使 忽然脸色一变 立合道 卑鄙的人类 你在做什么 众人一惊 都纷纷朝那最开始出现的人类望去 只见那人竟双手舞动 不断地打出一道道玄妙硬绝 而在他身侧 空间都变得极为扭曲 似乎随时都可能崩溃的样子 这一幕 让巴士震惊非常 不知道这人类 到底掌握了什么玄妙的神通 居然让空间都起了这般变化 杨开手上不停 回头咧嘴一笑 道 破解封印啊 这位圣使大人问的问题 好奇怪啊 大胆 那圣使神色大变 怒喝一声 速速停下 否则本座 必将你碎尸万段 杨开冷哼道 本少破解封印 也算是为了你们整个古地圣灵的未来 你不领情也就算了 居然还要杀我 这算什么道理 人类小而修得信口雌黄 古地之事 岂容你来插手 长老朗声道 这位小友乃我十灵一族的贵客 是老朽拜托他来破解封印的 区区一个帝尊一层镜 也能破解泄门封印 简直笑话 长老道 这位小友精通空间力量 雪门之内是一个独立的小天地 只要他能撕裂空间壁垒 自然能打开封印 空间力量 八始其经 长老继续道 八位大人 雪门之内封印了许多圣灵本源 诸位应该也感受了血脉的共鸣 他若真能破开封印 对你们也有天大的好处 魁吾圣使道 此事我等何尝不知 只是圣尊有令 长老呵呵一笑 道 圣尊们如今并不在此地 他们去了几千里之外的地方 看不到的 几位圣尊不在这里 八始都愣了一下 紧接着扭头朝四位圣尊先前所在的地方望去 发现那边果然空无一人 下时间 诸人心中都不免有些蠢蠢欲动了 没人愿意低人一等 八始虽然对四大圣尊忠心耿耿 但若能让自身实力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这样的良机也没愿意错过 若真的让这个人类撕裂空间壁垒 打开血门的话 他们或许真的可以进入其中 继承来自圆祖的圣灵本源之力 重现圆祖辉煌战力 只是 谁又能保证 这个人类 就一定可以破解封印 万一他失败了 回过头圣尊们 知道自己等人在这里出功不出力 搞不好要被降罪 八始彼此面面相去一眼 似乎都看出了彼此中的念头 那魁梧圣尸往前一步 淡淡道 抱歉 长老虽然说的诱人 但圣尊之令不可违背 得罪了 化落之时 八始其初 化作八道流光 一下子冲到了石灵一族面前 拦住他们 长老拐杖一挥 指向前方 一声令下 除了小小之外 其他八个石灵 从十一到十八分分月初 各自拦下一位圣使 煞世间 血门附近 腰圆弥漫 腰气滚滚 中石灵与八始战做一团 打的那叫一个惊天动地 不过很快 参与战斗的八个石灵 便发现了异常之处 因为这八位使者 竟然并没有施展出 全部的力量 所有的攻击 都被他们轻松抵挡下来 石灵们虽然智商不高 但也都不是笨蛋 毕竟活了这么多年 哪还不知道 这八始是什么打算 一个个心中暗喜之下 也都与各自的对手 打得风云变色 光秃秃的山峰之上 很快飞沙走时 看起来热闹极了 阳开见此 心中已有计较 知道这八始 怕是被长老一番话说的动心了 此刻出手 也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免得被那四位圣尊 事后追究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即便他们拼尽全力 也无法拿石灵一族怎么样 既然八始愿演戏 他是没了后顾之忧 立刻全身性地投入到破解雪门封印之中 一身空间神通进出 丝毫没有保留 小小与长老就守在一旁 紧张关注 本章完 第2639章 奉命行事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雪门附近打得如火如荼 热闹激烈 传出去的动静 自然引起了更外围妖王们的注意 好奇之下 一个个纷纷迟来查探 想看看 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短短片刻功夫 便有十几位妖王 汇聚到了五里之外 待看清那与八始作战的敌人的面孔之后 一个个 都是大惊失色 石灵一族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可能 我等外围部署防卫 他们不可能凭空出现在此地 难道是从地下过来的 他们想做什么 难道想要强闯血门 妖王们七嘴八舌的嚷嚷一阵 忽然都是脸色一变 虽说强闯血门这事 他们自己在心中也不止一次的想过 但还真没这个胆量 付诸实际行动 此刻看到石灵一族凭空出现 与那八始站作一团 心中又是佩服 又是愤怒 佩服的他们 胆子如此之大 也不怕事后被四位圣尊怪罪 愤怒的是 这些家伙这般胡闹 自己等人之后 也必定免不了一顿责罚 一念至此 众多妖王纷纷对视一眼 便要冲过去助阵 石灵一族的难缠 是整个古地生灵都知道的常识 八始虽然强大 但面对整个石灵一族 也未必能讨得了好 唯有他们一起联手 才能一举将石灵一族的嚣张气焰压制下去 诸使莫慌 我等来助你等一臂之力 一位妖王大喝一声 裹着一身妖气便冲了过去 那边正与石一打的不可开交的魁梧圣使 眼帘一缩 陈鹤道 都别过来 往前持续的妖王们 一下子顿住了身形 面色惊异不定 虽说在古地之中 三十二路妖王与八大圣使的实力相差无几 但真正论地位的话 还是圣使要高出一劫 谁让人家是四位圣尊的心腹 一直左右跟随 算得上是圣尊的代言人 一般情况下 他们的话便是圣尊的命令 所以这魁梧圣使话语一出 倒也没有哪个妖王敢不听从号令 可皆是满心疑惑 不知道这位圣使这是何意 继续警戒外围 防止有人接应 若再敢有擅闯者 杀无赦 魁梧圣使一面防备着十一那四要毁天灭地般的攻击 一面口中低喝倒 是 诸多妖王纷纷应默 只是各自面上的表情都极为古怪 他们都是修炼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妖族强者 心思灵活缜密 多少能看出魁梧圣使这命令有些不太对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众人一起联手 尽快解决了十灵一族这个麻烦才对 毕竟血门事关重大 容不得半点马虎 可如今这位圣使 偏偏让他们继续在外围警戒 一副不愿意 让他们插手战斗的意思 单凭八位圣使 肯定无法拿十灵一族怎么样的 彼此对视一眼 心中都犯起了嘀咕 也不知道 这是几位圣使自己的意思 还是圣尊的命令 若说是圣尊们的命令 倒也有些可能 毕竟几大圣尊一直想要收服十灵一族为己所用 可惜这些十灵一个个就跟毛坑的石头一样 又臭又硬 圣尊们尝试了好多次都没能成功 这一次或许是个机会 只是几位圣使再怎么想要收服十灵一族 也不太可能拿雪门开玩笑吧 嗯 那边还有个人类 那人在做什么 一个妖王忽然像是有所发现似的 指着阳开所在的方向瞪眼问道 其他妖王一听都纷纷瞩目过去 瞧了一阵后 皆是面色大变 这人类在破解泄门封印 什么 简直岂有此理 八位大人到底什么意思 为何眼睁睁看着这人在破解封印 却不加以阻拦 此事若让圣尊知晓 那还了得 坏了坏了 八位大人被八个石灵缠住 这人根本就是肆无忌惮 这可如何是好 诸位急什么 说不定 这是八位大人故意放纵的呢 一个看似精明的妖王 忽然眼中金光一闪 另外一个妖王转过头 悠悠地瞧了他一眼 淡淡道 狐狸 东西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那被换作狐狸的妖王 呵呵一笑 道 本王随口说说而已 诸位兄弟随便听听 可有些话自然不是随便听听就能完事的 先前那魁梧圣使 不让他们靠近战场 反而要他们继续紧接外围 就让这些妖王起了疑心 此刻再被狐狸一提醒 都心头狂震 隐隐觉得 这恐怕就是事情的真相啊 煞时间 每个妖王都觉得头皮发麻 浑身发了 八位圣使 这是要反抗圣尊了吗 真要是这样 整个谷地怕是要大乱 由此先入为主的念头 再去桥那边如火如荼的战斗 众多妖王很快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那边的战斗 乍一眼看起来激烈无比 八使与十灵一族 也都恨不得 要置对方于死地的架势 出手丝毫没有留情 可打来打去 竟是没人受过伤 连点小伤都没有 这种情况明显有些古怪 狐狸眼珠子又一转 朝某个方向望了一眼 惊奇到 四位圣尊去了何处 为何不见踪影 他没在那边发现应有的身影 当即有一个妖王答道 听说之前四位圣尊接到一个消息 便匆匆离开了 也不知道去了何处 接到一个消息 狐狸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什么消息竟比雪门这边更重要 让四位圣尊都赶了过去 这我就不清楚了 那位妖王摇了摇头 有意思 吊虎离山 趁虚而入 破斧沉舟 十灵一族有着头脑 狐狸轻轻地笑了起来 他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却让其他妖王都听得清清楚楚 到了这个时候 众多妖王哪还不知道 雪门那边有什么猫腻 心情一下子复杂起来 又是急切 又是担忧 急切的是 那个人类破解了半天封印 居然半点成果都没有 简直就是个废物 担忧的是 万一四位圣尊返回来 雪门那边战斗 只怕很快就会结束 十灵一族固然了得 可在四位圣尊面前 还是有些不够看的 一旦战斗结束 雪门的封印可就没法破解了 我们现在怎么办 先前说话的那位妖王 凑到狐狸身边 低声问道 其他妖王 也都纷纷瞩目而来 一副 以他马首是瞻的样子 没办法 狐狸在所有妖王当中 头脑算是最好的一个 无论怎样复杂的局势 或者阴谋诡计 他都能迎刃而解 这也是为什么 他只有帝尊两层尽的修为 却能成为三十二路妖王之一的原因 整个蛮荒谷地 三十路妖王之中 唯有狐狸的真身 不是十二阶巅峰妖兽 单打独斗 其他妖王没人 会将他放在眼中 可要论耍心眼诡计 其他三十一路妖王家一起 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种微妙的时刻 众妖王自然都希望他能拿出个主意来 狐狸闻言一笑 风轻云淡道 诸位都看我干什么 我也想知道怎么办 那妖王冷哼道 民人不说暗话 狐狸 诸位兄弟在古地之中 也同生共死了这么多年 有什么话就敞开了说 何必藏藏藏藏藏的 是啊狐狸 现在可不是耍心眼的时候 一群妖王逼视着他 一副非要他拿个主意的架势 狐狸一摊手 苦笑道 这种事 你们真不应该问我 毫无意义啊 此言一出 众多妖王都面色不悦 暗暗觉得这狡猾的家伙 简直太不上道 让人实在气囊 狐狸又微笑道 几位大人 刚才不是说了吗 让我等警戒外围 防备再有什么人靠近 我等听令就是 他一副话里有话的样子 听得一群妖王都是眼前一亮 其中一个妖王握拳捶手 嗨了一声 道 对啊 我等只需奉命行事便可 天塌下来自然有高歌的顶着 是极是极 话被挑开之后 众人妖王都是一声轻松 一个个站在那里 眺望着不远处激烈非凡的战斗 不时的还指指点点 冲那边战场平头论足 逍遥自在的一塌糊涂 正如狐狸刚才所说 他们这是听从号令 警戒外围 就算事后 几位圣尊怪罪下来 他们也有托词 被责罚的 只会是那八位圣使 与他们没有半点关系 可若是在几位圣尊回来之前 那边的人类将封印给破开了 到时候 所有的妖王和圣使 肯定都会在第一时间冲进雪门内 谁还管得了圣尊呢 石灵一族谋划的这么大 难道真有成功的把握 狐狸站在猪妖王中间 望着那边的阳开 眉头微皱着 可是据他所知 雪门禁地自出现以来 似乎就没人能破开过 平日里 那边更是无法靠近 若非这次雪门有了一变 只怕方圆十里内 还是一片禁地 高耸入云的大树之上 茂密的树棺中 探出一个小脑袋来 正是躲藏在这里的张若曦 瞪大眼睛朝前方望去 若曦一眼就看到了 雪门附近的战斗 也看到了正在挥洒地缘 催动空间神通的阳开 局面看起来非常危险 不时的有狂暴的妖族秘法 擦着阳开的身体飞过 先生有麻烦了 若曦心中一急 郊区晃动 便要朝那边飞去助阵 本章完 第2640章 被害惨了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若是之前 他恐怕即便有心 也不敢这样贸然冲过去 可是现在不同 手持地宝万兽印 封印了上百万妖兽惊魂 十二阶妖兽比比皆是 他相信 借助万兽印的力量 自己肯定能帮上一点忙 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力量 只要能贡献出现 就多少会有一些作用 他才刚刚飞起 就感觉脚踝出一紧 又被人一把给拽了回来 重新落到树干上 若曦温怒道 三前辈 你干什么呀 刚才把他扯回来的人 正是与他在一起的冰心古老三 若非与老三在一起 借助了他的实力 和隐秘的本事 张若曦也不可能靠近此地 他毕竟才到元三曾进 如今血门附近 帝尊两层近级别的妖族 比比皆是 也只有老三 依靠着那神乎奇迹的隐匿功法 才能带着张若曦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这里 见张若曦发怒 老三一脸啪啪的样子 可还是不断地摇手 指了指战场所在的方向 又伸手 在自己脖子处一抹 一条舌头 一下子伸出来一大截 若曦沉声道 我知道那边很危险 也可能有性命之忧 但是先生在那边 我必须得过去帮忙 老三抓着张若曦的手 只把脑袋摇成了波浪鼓 一副死也不会撒手的架势 若曦叹了口气 轻拍着老三的手背 柔声道 先生叫我养我 这么多年 若曦无以为报 如今若曦终于有了一些能帮助先生的力量 我不能在这里看着 三前辈 你让我去 就算是死 若曦也绝对不会后悔 也不知道老三到底有没有听懂 反正就那么紧紧地抓着他的手 怎么也不松开 三前辈 你再这样 我会恨你的 若曦大吉 老三咧嘴 冲他傻笑 一口背齿 倒是洁白如玉 与他脏兮兮的面孔 形成了截然鲜明的对比 血门处 长老原本素容以待 处着拐杖的手 不安地搓动着 虽说八大圣使 被他三言两语说的配合行动 让他有些意外 但这里除了八大圣使之外 可还是有三十二路妖王的 那三十二路妖王的实力 可不比八大圣使低多少 三十二路妖王若是在冲过来 单靠十灵异族的力量 恐怕真的无法抵挡 到那时候 只能让所有的十灵围成一圈 将杨开护在中间 能抵挡多久 就抵挡多久 再不行 只能想办法保护杨开离开此地了 可是 让他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三十二路妖王气势汹汹的冲来 被那魁梧圣使一声令下之后 居然都站在远处看热闹 根本没有要插手战斗的意思 看样子 血门的诱惑果然巨大无比啊 长老知道那三十二路妖王 之所以会袖手旁观 并非是那魁梧圣使的威信有多高 也并非因为自己等人的实力足够强 而是因为 他们对血门也有浓厚的兴趣 期望自己等人这边 能够破开封印 打开血门 让他们不劳而获 心情一下子放松不少 不过很快 长老又暗暗担忧起来 如今这局面 若是阳开能够撕裂空间壁垒 打开血门封印 倒也就罢了 到时候 群妖齐齐出洞 肯定会一股脑的涌进血门内 可若是失败的话 且不说失望之下 八大圣使不会在手下留情 便是那三十二路妖王都觉得 不会放过自己等人 到时候 将近四十位帝尊三层进强者一起攻击 十灵一族 绝无还手之力 想着想着 长老的表情凝重起来 心情也沉重了许多 长老 就在这时 阳开忽然低喝了一声 在 长老连忙回应 转头看去 只见血门那边空间扭曲 可却没有丝毫封印破开的迹象 你确定 之前给我看的图案是牧林上一代组长 以最后的生命力为代价 占卜所留下来的启示 阳开手上动作不停 脸色却黑得犹如锅底 确定啊 怎么了 长老一阵心虚 口上 却回答得极为笃定 一副本长老 怎会骗人的模样 那启示 就应在本少身上 阳开继续问道 长老心中 隐隐涌出一丝不妙的预感 干涩道 不错 什么狗屁启示 阳开怒了 这狗屁封印 本少完全打不开 啊 怎么会 长老心中一突 哪敢 让阳开打退堂鼓 当即劝说道 卸门封印非比寻常 岂是这么轻易 就能破解的 客人你多试试 不急的 这不是急不急的问题 阳开叹了口气 收了一身神通 那扭曲的空间 重新归于平静 转头望着长老道 是我根本无能为力 我连那空间壁垒都感觉不到 如何破开封印 再继续下去 也只是徒劳无功而已 长老 我觉得 我们该撤了 趁他们现在还比较好说话 再拖延下去 四大圣尊怕是要返回了 长老惊道 那四位不是被客人 你施展妙计引走了吗 阳开邪眼道 他们又不是傻子 肯定会发现破绽的 一旦发现 只怕立刻就会回来 三千里路对他们来说 压根不算什么 现在不走 等他们回来 就走不掉了 长老沉默 虽然知道阳开所言不错 但事情都到了这一步 再放弃 就未免太可惜了 他神色一速 道 客人且退开一些 让老朽与十九试一试 阳开知道他不死心 倒也没再阻拦 只是极为不愤道 这下被那上一代 牧林族长害惨了 若非在树屋内 见到了那九副古老的图案 阳开也不会这么轻易 就答应十灵一族的请求 搞得他还真以为自己是两族的救世主 结果跑来一世 压根就是无能为力 他怎么也想不通 上一代牧林族长临死之前 为何要留下那九副图案 那图案中出现的人类分明就是自己啊 可为什么血门自己却打不开呢 就在他满心不甘的时候 长老与小小已经齐齐怒吼一声 本就有三丈高的小小 身形一下子膨胀开来 化作五丈高的十巨人 而一直给人冒蝶老麦印象的长老 此刻也仿若获得了新生 勾楼的腰身挺直 霹雳啪啦一阵乍响 化身的十巨人 比起小小还要高大一些 不但如此 那堆积在身上的石头 就仿若粉起的肌肉 充满了爆炸的力量 两人对视一眼 小小高高举起汉天柱 毫无保留地朝下砸去 哄 巨响之声传出 那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道 竟将血门砸得微微摇晃 不过很快就重新停复下来 小小的汉天柱收回 长老已经一拳轰来 那巨大的拳头 同样砸得血门正想传出 晃动不已 却依旧固若金汤 轰轰轰 一声声巨响 震耳欲聋 小小与长老两人联手 你一下我一下 不要命地轰击着血门 石灵一族的狂暴力道 在这一刻发挥得淋漓尽致 眼前便是有一座千刃高山 两人也能一击将其摧平 可偏偏血门根本没有破碎的迹象 那个人类破不开封印 这是要以蛮力破解了吗 狐狸将这一幕收入眼底 自然知道石灵一族到底是什么打算 可是看样子没什么用啊 另外也一个妖王皱了皱眉头 石灵一族天生蛮力惊人 可以说是普天之下力量最强大的一族 这一点便是圣灵都无法比拟 若是他们都破不开 那这血门 一群妖族的心情顿时沉入谷底 意识到破开封印的希望渺茫 先前看热闹的时候 众妖多少都有些期待 期待那血门封印被破解的一刻 可到了这个时候 这份期待逐渐化为浓浓的失望 他们也仅仅只是失望罢了 可八位圣使那边 失望之余更多的却是愤怒 他们几个在这边陪着石灵一族演戏 无非就是睁一眼闭一眼 放任石灵一族在血门那边为所欲为 哪知道这些家伙根本就是一事无成 白让他们期待了这么久 回头若是圣尊们发现的话 肯定绕不了他们 而且此刻这边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 恐怕用不了多久 圣尊们就会发现 到时候必定会来查探的 哄 又是一声巨响传来 小小手上的汉天柱 居然应声化为碎片 分崩离析开来 这汉天柱 还是当年阳开在幽暗星 进入地院所得 一直被小小拿来当武器使用 到了今日也寿终正寝了 汉天柱崩碎 小小明显冷了一下 而紧接着 长老的一拳也是无功而返 一双眼中逐渐流露出一丝绝望之色 长老 是时候离开了 杨开察言观色 发现那八位圣使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暗暗觉得他们的耐心 怕是要到极限了 忍不住催促道 长老不答 依然于小小你一拳我一拳轰击着血门 发出震天的巨响 长老 杨开抱贺一声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再不走 石林一族必会葬送在这里 一语惊醒梦中人 长老一脸沉重的收拳 满是不甘的抱贺道 走 来了就想走 天底下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那魁梧圣使声音冰寒 出手再无顾虑 妖元暴动之下 一拳轰在面前的石林胸口上 那石林不察 直接被打得退后几十杖 凌空翻滚 魁梧圣使 也是怒不可接 觉得自己被狠狠地耍了一通 自然不愿轻易放石林一族离去 本章完 这么巧 黄酒 沉黄酒 育餐 立方 辅助 徒 断 辅助